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奖 石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娘 790级 烈焰刀 寒焰刀 赵家暗堂的这些人出面一直是无往不利 可却在格宇的手中连吃大亏 而凭着卢东和赵汉的修为 两人很快分辨出来 格宇施展的这是地端术的手段 他们两人倒是没什么 凭借着气场感应能够躲避他的袭杀 可是手底下那些兄弟却是躲闪不及啊 想到这儿 二人同时出手 朝着半空之中拍出了几道手印 直接将气场给封锁住了 防止格宇再次施展地端术 随后 二人再次奔上前去 双刀齐上 格宇一掐法学 身影虚晃 催动了分魂术 由于太过于担心 黎泽见他们那边的安危 格宇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施展出了最为暴力的手段 先将这些赵家的走狗给杀了 然后尽快地去支援黎泽见他们 毕竟黑魔教的副教主来了呀 这个人的修为在黎泽见和黑小色之上 格宇让两个分身去对付赵家暗堂的其他人 自己一个则应付卢东和赵汉 那二人一个负责攻击格宇的上盘 一个负责下盘 刀法配合的让格宇不禁有些折舍 这二人用刀的手段堪称是大师级了 格宇不得不沉洗心来好生应付 在格宇对付赵家暗堂这些人的时候 钟锦亮和黎泽见那一边 也跟黑魔教以及陈家父子两不仁死磕伤 对付那阿兹旺 这种将将将头树用的出神入化的狠角色 他们没什么经验 不过黑小色有红色纸虫 这也是一种十分厉害的将头虫 所以对付阿兹旺的重任 就落在了黑小色的身上 另外黎泽见在一边帮手 至于他带来那二十多个将头师 则由钟锦亮来扛 不过以钟锦亮自身的实力 自然扛不住这么多的将头师 一旁还有牙子和胖妞在照应着 至于那英华父子二人 他们三人都没放在心中 凤仪一出面 那一身鬼魔的道行就可以震慑住他们了 另外还有十几个老鬼 从中侧应 导演能够勉强维持住局面 那阿兹旺的修为不低 用的是一根细长的手杖 架住黎泽剑的飞剑 和黑小色的青红剑 一人对抗两个 竟然丝毫不落下风 他身上穿着一身黑袍 黑袍之上有各种毒虫的图案 在与他们二人拼斗的时候 那黑袍也是随风舞动 但古怪的是 每一次那黑袍舞动 都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毒虫 从他身上掉下来 有的落在地上 有的直接飞起来 朝着黎泽剑和黑小色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 黑小色不得不将 身体之中的红色智虫给放出来 一部分环绕在自己的周身 另一部分则朝着阿兹旺身上 扑了过去 那阿兹旺可是用骨的行家呀 一看到这些红色智虫 当即就吓了一跳 从身上阴晕出一股浓郁的 黑色雾气来抵挡 一边继续跟黑小色和黎泽剑拼斗 一边问道 您竟然 您竟然也懂得讲头说 这红色智虫乃是九幽阴仇 能够吞食万物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说这些话的时候 那阿兹旺的脸上 洋溢着一股鲜艳之色 毕竟这智虫的威力十分强悍 并不是什么讲头师 都能炼化出来的 黑小色 也可以说是阴差阳错所得 但是他对降头术是一点也不懂 只知道如何催动和控制这些智虫 无论那阿兹旺从身上放出来多少毒虫 这会儿都进不得黑小色和黎泽剑的身 纷纷被的智虫给团团包围 最终啃食的尸骨无存 但是 一时半会儿也奈何不了那阿兹旺 黎泽剑控制着神剑追魂 不断的蹦射而出 朝着阿兹旺身上刺去 都被他十分轻松的给挑开了 至于钟锦亮 跟着牙字和胖妞 倒也不显得如何困难 主要是牙字太过凶猛了 一路横冲直撞 索向披靡 那些酱头师撒出来的酱头粉啊 毒虫啊 落在牙子身上就跟挠痒痒一样 而他一口火喷出来 顿时吓得那些酱头师是纷纷后退 有些躲闪不及的被那火焰包裹 顿时烧得是琵琶作响 惨叫着倒在地上 倒是让那些酱头师心中生出了不少恐惧来 钟锦亮十分惧怕那些酱头虫 并一直跟在牙子的身边 那些酱头师也奈何不了他 还有那胖妞 也施展出了强悍的战斗力 身上的硬刺是一波一波的打出去 让那帮人是亡不胜亡 不断有人倒在那硬刺之下 就连被凤仪和几个老鬼缠斗的陈家父子那边 也难以幸免 被胖妞身上的硬刺放翻了不少 格宇并不惧怕对手人多 而是害怕对手有数个难以战胜的高手 这边能够拿得出手的 也就只有阿兹旺了 金门赵家的卢东和赵翰 还有呢 英华小道长的父亲 至今都不知道他叫什么 这些人以为能够联手将格宇他们给灭了 不过还是低估了他们几人的实力 三个战场都陷入了僵局 不过看情况 也只有黎泽剑和黑小色那边最为凶险 格宇一边跟卢东赵翰拼斗的时候 还不断用余光去瞧他们那边的情况 距离有些远看不真切 不过却能看到那边有人不断的倒下 便知道他们已经稳定住局面了 这可是一下对付三个仇家 必须要将他们全部留下才行 也让其余的仇家们都知道 他们几个人的强悍 这也是他们几人扬名立万的时候 想到这里 格宇愈发的凶猛 从一开始的手势 开始发动了反扑 赵翰和卢东二人合力之下 已经跟格宇过了几十招了 却仍旧无法将他们二人给拿下 不免有些心交 而被格宇那两个分身 对付的暗塘的其余人等 也被格宇那两个分身给斩杀得差不多了 一旦分身回源 他们两个人估计也无法脱身 卢东和赵翰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视了一眼 对格宇展开了疯狂的攻势 首先是卢东手中的长刀一晃 灵力疯狂注入 刀身之上顿时烈焰滚滚 一刀劈砍出来 蹦见出无数的火团朝着格宇滚落而去 烈焰刀 这是一门十分高深的术法 格宇没想到此人竟然懂得如此手段 那树团烈焰滚滚而来 就像是打搬了打铁的炉子 格宇吓了一跳 连忙后退几步 抛出两张黄纸服 凝结出了钢器屏障来 将那树团烈焰给格挡下来 此时呢 赵翰却绕到了格宇的身后 长刀一翻 就有寒烟凝结 一刀劈砍出来 树刀散发着蓝色火焰的火团 也朝着格宇横扫而来 烈焰刀和寒焰刀混合在一起 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这一刻格宇终于感受到了 被死亡笼罩的感觉 寒焰刀阴风阵阵 能够灼烧神魂 烈焰刀热浪滚滚 火焰蒸腾 将格宇给裹挟在中间 此时格宇也打出火气来了 先是一道云雷符 将那赵翰给逼退了出去 紧接着柔身上前 一下劈砍出七八剑 将那卢东也打得脚不亮相 有些难以招架 在不断朝着卢东进攻的时候 格宇没心处裂开一道口子 紧接着一道鸿芒射冲 朝着卢东的心口窝就砸了过去 两人离得这么近 可是将那卢东给吓了一跳 身上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卢东将长刀一晃挡在胸前 当了一声巨响 风魔刀顿时打在那长刀之上 但见卢东一声闷哼 为了强大的力道给荡飞了出去 五脏六腑一阵翻滚 响息一口鲜血吐出来 正当格宇想打出第二刀的时候 顿时感觉身后进风袭来 格宇身子一晃 裸闪开去 顿时催动七星剑绝中的火力七剑 含焰刀虽然厉害 可是七星剑所蕴含的离火之力 更是强盛一些 七把小剑顿时脱离剑身 携带着蓝色的火焰尽数朝着赵汉而去 那赵汉吓得脚步不稳连连后退 七把小剑破空而去 慌乱之中 赵汉只能举起手中的剑接连抵挡 一阵手忙脚乱 格宇动用火力七剑 牵制住赵汉一段时间 而他的真正目的是对付另外一个人 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合成 紧接着格宇回过头再看向卢东 眉心处的红色缝隙并没有合上 第二刀 第三刀的凤魔刀 接连朝着卢东身上打去 刚才接住那第一刀凤魔刀 已经十分不容易了 已经吓得卢东手脚都软了 看到第二第三刀凤魔刀翻着他来 卢东脚步亮下 顿时心如死灰 不过呢 还是举起了手中的刀 朝着格宇扫出了几团炙热的火焰 格宇脚步不停提剑而上 七星剑将那团火焰不断地横扫开来 凤魔刀继续朝着冲去 那两刀凤魔刀 被卢东艰难地挑开 身形不稳跌落在了地上 趁你病 要你命 第四刀第五刀凤魔刀紧接着迸射而出 这一次他是躲不过去的 一刀刺入小腹 另外一刀则打入了他的胸口 穿蹄而过 卢东一声闷哼 倒在了血泊之中 但并没有断气 格宇闪身上前又给他补了一剑 直接扎入了心脏之中 那卢东身在一颤 登机葬命 随后 格宇拔出剑 将他脸上的京剧脸谱一下挑开 发现竟然是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 瞪着一双惊恐的双眼 明显是死不瞑目 格宇将卢东给斩杀了之后 身边的赵汉惊恐地大喊了一声东哥 正要朝着格宇这边奔来 可是只跑了一半 身子便停了下来 因为格宇已经转过了头去 目光将他锁定了 刚才赵汉跟卢东联手 才看看能够将格宇给压制住 现在 卢东已经被格宇杀了 自己在留在这里 跟宋死没什么区别 还有他们带来的那些人 已经被格宇的分身杀了个七七八八 所剩无几 稍微迟疑了片刻 那赵汉立刻拔腿便跑 朝着旁边的树林而去 而那些赵家的狗腿子 一看到情况不妙 仅剩下的四五人 也立刻放弃了抵抗 跟着的赵汉一起逃命 除恶物尽 斩草出根 必须给金门照进一点颜色悄悄 何宇眯眼睛杀心在其 当即一抖七星剑 另一只手掐了一个繁复的手绝 低声喝雷声云雷七星 七把小剑再次脱离剑身 这一次七星剑爆发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 整个气场都被封锁了 正在拼命逃跑的赵汉和另外几个狗腿子 感觉到空气之中都产生了极大的阻力 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净固住了他们的身形 几人回头去看的时候 但见了七把闪烁着雷芒的小剑 踏空而来 气势万千 那几人自知逃跑无望 纷纷转身提刀抵抗 那一切都无济于事 那七把长剑穿过他们的长刀 然后又穿过了他们的胸膛 雷芒在他们身体之中炸裂开来 顿时血肉横飞 尤其是那赵汉 有两把剑专门针对他 同样也是难逃 身死浑霄的下场 两把剑刺入了他的身体 暴力开来 惨烈无比 只用了一招 云雷七星就灭掉了对方五个好手 连同赵汉 尝出了狗气 格宇收了两个分身 至此赵家这一伙人尽数被灭 当这些人全部被干掉之后 格宇还因因有些后悔 觉得是不是该留下一个活口 回去给那金门赵家的赵明露通个消息 这就是得罪自己的下场 踢着剑 格宇转头 看向了黑小色那边 那边的战况厮杀的异常惨烈 是该守伟了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石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七百九十一集 黑袍压顶 提前而行 格宇快步朝着黎泽健和钟锦亮那边而去 等到了那里一看 地面上已经横七竖八地倒下了很多人 还有一些呈现出焦炭状的 不用说 肯定是被牙字给烧了 那阿兹旺 是最难缠的 即便是格宇正面抗衡 也会觉得头疼 修为强悍的一笔 要不然也不会两人合力来对付他 至于陈家那对父子 根本不了解什么情况 就跟过来送死似的 奉仪一个人就能搞定 别说旁边还有几个老鬼照应了 格宇梅根的英华小道长的父亲交过手 还以为他的修为会有多强 现在看来也是个半调子 只要解决了阿兹旺 其余的人就好说了 片刻之后 格宇提着七星剑 闪身上前 很快加入了战团 一起对付阿兹旺 那阿兹旺跟黑小色和黎泽健正斗得不可开交呢 格宇的加入 就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上来就是凌厉的一箭 差点就在他身上流下了一道血口子 那阿兹旺脚步后退了两下 朝着格宇先前的地方看去 发现那边一个人都没有了 便知道那些暗塘的人 已经被格宇都给结果了 阿兹旺不免有些心慌啊 同时有些意外 上次在港岛的时候 他见过格宇他们 实力远没有现在这般强悍 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 足以让这个年轻人 修为精进如此 阿兹旺顿时感觉大势已去 这次没有埋伏成他们 反而可能自己这一边 要全军覆没了 他有心想要撤离 可是黎泽健和黑小色 见到格宇过来帮忙 招式是郁家的凶猛 将那阿兹旺死死的围困 不给他任何逃离的机会 他们二人心里都清楚 跟黑魔教的仇怨太深了 如果不解决掉这一帮人 将他们给打怕了打痛了 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次将他们副教主给留下 之后黑魔教的人估计便不敢再过来炸毛了 三人齐上 将那阿兹旺给团团围困 阿兹旺顿时就感觉到吃力了 格宇的加入 加速了阿兹旺惨败的节奏 感觉三人出动的每一招 都是在生死边缘游走 不由的头上冷汗层层 命悬一线 尤其是黎泽健的飞剑 不行了 再这样下去必死无疑 想到这儿那阿兹旺突然一把扯下了 那个闻着无数毒虫图案的黑袍 朝着三人那边甩了过去 这黑袍也是一件了不得的法器 一甩出来 三人觉得头顶上一黑 腥风扑面 还有黑色的毒气飘散开来 不光如此 那黑袍是越变越大 直接将三人笼罩 而且还不断有各种毒虫速速从头顶之上掉落下来 黑小色只好将那些红色质虫环绕在他们周身 同时闭住了口鼻 不将毒气吸入体内 黎泽健呢 担心的阿兹旺跑了 掐了一个法觉 神剑追魂顿时猛的一亮 朝着头顶之上电射而去 不多时 就听见呲啦一声响 神剑追魂直接在那黑袍上 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 随后 格宇双手分别抓住 黎泽健和黑小色的胳膊 催动地顿术 瞬间就转移到了黑袍之外 而黑小色的那些痔虫呢 从那黑袍的破口处 纷纷飞了出来 脚步刚一站定 就看到阿兹旺带着 所剩不多的十来个人 朝着湖边的树林逃蹭 而牙字和胖牛 则在后边紧追不舍 钟锦亮也朝着那些人 追了上去 没等格宇的命令 这两个神兽 是不可能停下来的 小语 这次绝对不能让这黑魔教的 老家伙给跑了 逮住他 格宇应了一声 再次抓住两人的胳膊 第一顿术一顿狂闪 已经是数百米开外 直接拦在了阿兹旺等人的前头 那些人正低头猛跑呢 抬头一看 这三个杀神就拦在他们面前 真是想跑都不给机会 黑小色二话不说 青红剑朝着前方一指 十几道纵横的剑气 贴着记忆面就过去了 阿兹旺怒吓了一声 一抬手将身边一块锯石 用手杖挑起 拦在众人前面 那些剑气纷纷落在了锯石之上 将那锯石斩的是碎石崩定 阿兹旺 看到了没有 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此处风景还不错 有山有水 必然能够福音子孙后代 对了 像你这种缺德带冒烟的家伙 应该没有子孙后代 段子绝孙才是 哎呀 这块风吹宝地 真是糟蹋了呀 几个花小的修行车 今天你放我们离开 我保证以后黑魔教 再也不会找你们几人的麻烦 包括九阳花李白他们 从此咱们之间的恩怨 一笔勾销 怎么样 我去你大爷呢 今天黑爷要是放你走 这个黑子倒过来写 今天放你离开 以后指不定怎么算你黑爷呢 识相的自个儿抹脖子 不要再让黑爷动手了 是你们逼我的 我尽是胡不成 你们也要跟着陪葬 都死了还要击击歪歪的 有胆子你就来呀 黑小色招呼了一声 三人再次扑上前去 后边的钟锦亮 也带着牙子和刺猬 精胖牛追了上来 在追上他们的同时 格宇跟黎泽剑小声道 黑大哥 哪招狠的 咱们配合一下 兴着阿子王给宰了 好 黎泽剑应了一声 将神剑追魂握在手中 眨眼的功夫 两拨人再次碰撞在一起 格宇和黑小色一个跨步往前冲 将阿兹旺给缠了下来 而黎泽剑在奔到进前的时候 身形一顿 快速地掐动了法掘 催动了小眼六变 这手段一施展出来 气场再次收紧 那阿兹旺再次胆战心惊了起来 看来这几人是一定要他死在这里 最近一段时间 黎泽剑的修为貌似也有了很大的涨劲 小眼六变施展出来之后 就连黑小色和格宇也觉得有些心惊肉跳 四面八方前后左右 一时间全都是晃动的人影 还有一大片悬浮于头顶上的神剑追魂 无论从哪个方向看 都能看到黎泽剑的身影 看到这一幕 格宇和黑小色快速抽身出来 剩下的就看黎泽剑的表现了 二人脱身之后 就看到阿兹旺被黎泽剑无数剑影和身形 团团包围了起来 众人看不到阿兹旺 就只能看到黎泽剑密密麻麻的身影和剑影 在围困之中 两人耳边传来了一阵狂风咒语一般的叮叮当当的声响 那是神剑追魂跟阿兹旺手中的手杖 碰撞的声音 黎泽剑的这一招属于必杀技 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出超乎想象的力量出来 用以克敌 之前跟黑小色一起缠斗阿兹旺的时候 黎泽剑根本就腾不出手施展这个手段 这次总算是找到了机会了 小远六遍所能坚持的时间并不长 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必须要将对方放倒 要不然就会被敌人给放翻在地 过不多时 两人就听到一声闷哼 从黎泽剑的包围圈之中传了出来 就看到阿兹旺的身形崩飞而出 滚落在地 伴随着一道心血洒落 再然后黎泽剑无数身影 快速的重合 一看到那阿兹旺被打飞 钟锦亮和格宇十分的激动 快步上前 打算给那阿兹旺补刀 要了他的性命 这个时候 阿兹旺也发现了格宇和黑小色 在吐出一口血之后 他突然趴扶在地上 如同一只黑狗一般 四肢着地 快速的朝着湖边的方向而去 二人对视了一眼 感觉情况有些不妙 他们可以确定 此时的阿兹旺肯定是受伤了 而且还伤得不轻 因为他转过身去的时候 后背上有一条长长的伤口 都伤成这样的 这家伙竟然还能跑 而且速度还很快 二人不敢停歇 继续追确 让他们二人没想到的是 那阿兹旺是越跑越快 在跑动的时候 身上不断的有黑色气息出来 将他全身包裹 除此之外 模样也发生了变化 身上生出了坚硬的甲壳 身子下边 像是长出了像蜈蚣一样的富足 另外 阿兹旺的脑袋也在不断的晃动 变得细长 他化成的东西 正是三头黑结虫 格宇和黑小色不由自主地顿住了脚步 这玩意儿他们见过 没想到这一辈子还能再见到一次 而那三头黑结虫也停在了湖边 晃动了一下身子 转头直面向格宇他们 黎泽剑这会儿也提着神剑追魂 跟了上来 一眼看到眼前这庞然大雾 顿时吓了一跳 我去 这是什么鬼啊 三头黑结虫 黑魔叫他圣武 李大哥 这玩意儿可不好对付 现在 是不是轮到咱们跑了 跑个球啊 再硬的骨头 今天我们也得啃下来 这情况有些诡异 貌似这些修行降头术和骨毒之人 修炼到顶点都会有一个本命骨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就可以将自己化身为骨 比如那欧阳寒 关键时刻就化成了一个五毒骨尊 那三头黑结虫 晃动了三个恐怖的脑袋 开始朝着格宇他们这边爬了过来 刚才还说 要啃硬骨头的黎泽剑 顿时也稀里后凉气 转头跟格宇道 要不咱们也考虑考虑小黑的意思 格宇翻了个白眼 心说刚才谁要啃硬骨头来着 不等他们商量出个所以然来 那三头黑结虫 在离着他们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中间的脑袋忽然一张嘴 喷出了一口绿色的毒液 朝着三人迸说而来 小心 格宇一把抓住两人闪身到了一旁 然后格宇比划了一个手势 三人快速分散开来 如此便能够分散了三头黑结虫的注意力 阿兹旺是受了重伤的情况下 化作的三头黑结虫 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困兽游动 即便是能够活下来 再次化成人形 估计也活不成 这一次异变 是拼着跟格宇他们同归于尽的心思 三人分开 离则剑的飞剑再次跃然而起 朝着那三头黑结虫垫射而去 那三头黑结虫 却是不闪不闭 硬生生地接下了这一道飞剑 让几人大感意外的是 那三头黑结虫的甲壳异常坚硬 离则剑那一把飞剑过去 竟然无法动穿他的硬壳 剑都被弹飞了 看到这一幕 三人不禁怀然 那三头黑结虫晃动着巨大的身形 继续朝着他们扑来 一只脑袋 张动着血盆大口 喷溅毒液 另一只脑袋则喷出了毒物 还有一只脑袋 嘴里全是匿急的牙齿 不断有口水哗啦啦的滴落下来 这简直就是一头不可战胜的凶物 那毒物所过之处 地面上的荒草顿时枯死了一大片 更别说那毒液了 黑小色无奈之下 只好将蛇虫给牵引出来 环绕在他们周身 防止那毒物侵蚀 当下是连呼吸都不敢了 可怕的是 那些毒液 滴在蛇虫的身上 当即也会有蛇虫被那毒液腐蚀 一下就死一大片 三人只能是不断的躲闪 一时间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但是 邪物都有弱点 便是所谓的罩门了 只要破开这个罩门 就能将那邪物给击杀 格宇身边裹挟着一大片红色赤虫 透过缝隙朝着那三头黑鸡虫 仔细观桥 寻找他身上的破绽 似乎全身都是硬壳 腹部应该是柔软的 但他始终趴着 无法破防 再就是了脖子与身体的连接处 貌似没有甲壳 但是覆盖着一层鳞片 应该比他身上的甲壳 容易冻穿一些 三人围着那三头黑鸡虫 转了好几圈 纷纷都施展了招式 始终是无法破防 此时格宇突然想起了 正在跟那些剩余不多的黑魔教人 拼杀的钟锦亮 顿时有了主意 那斩仙剑罪是锋利不过 掀气弥漫之间 无坚不摧 对付这些阴邪之物 罪是管用了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奖 石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七百九十二级 落地 在一边与那三头黑截虫周旋的时候 格宇一派聚灵塔 将剩余那二三十个老鬼 给尽数放了出来 朝着那七八个黑魔教的人 围攻了过去 想着怎么也能够 将这些人给留下来 随后他朝着钟锦亮 大喊了一声 娘子 过来帮忙 先灭了三头黑截虫再说 钟锦亮杀的兴起呢 刚才在牙字的协助之下 又灭掉两个黑魔教的降头师 听到格宇的招呼 顿时提着剑 朝着格宇这边奔了过来 仔细打量了一眼的三头黑截虫 他也有些发慌 宇哥 这大家伙一身坚硬的甲壳 咱们怎么干掉他呀 我自有办法 我们几个人当中 也就只有你手中的斩线剑 能够破坏他的硬壳 刚才我仔细看过了 他最不弱的地方 就是脖子和腹部 一会儿我想办法 不止个法阵 将他给困住 到时候你找准时机 要以最快的速度 将这三头黑截虫的三个脑袋 给斩落下来 这事就成了 格宇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几张黄纸符 递给了钟锦亮 我不止的这个法阵 叫做五行地煞降魔阵 按照五行八卦的方位 也不止 或许能够控制住他一段时间 到时候 能不能成就看你了 放心吧 宇哥 我肯定不信你全力 说着 钟锦亮快速离开格宇 绕到了那三头黑截虫的 另外一侧 那三头黑截虫狂性大发 已经失去了本性 格宇说的什么 他也听不明白 这会儿只知道疯狂的杀戮 不断地喷出毒物和毒液 随后 格宇又绕到了 黎泽剑和黑小色的身边 分别递给他们几张黄纸符 告诉他们这 五行地煞降魔阵布置的办法 二人接过那黄纸符 继续跟那三头黑截虫周旋 四个人将他团团环绕 那三头黑截虫一会儿看看这个 一会儿看看那个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只是胡乱地应付着 可是几个人也无法靠近 他那庞大的身躯 格宇一边踏着钢布 一边将黄纸符 按照法阵的布置 丢在地上 最终将那三头黑截虫 控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 其余三人得知布置的方法之后 以一葫芦画瓢 各自将葫芦丢在地上 数分钟之后 那三头黑截虫的四周 已经落下了十几道黄纸符 格宇一看 时机差不多了 连忙大喊了一声躲开 喊出这句话之后 格宇双脚连番踏地 口中默念口诀 地煞之力滚滚而来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地下蔓延了出来 化作千丝万缕的丝线 将那三头黑截虫 缠绕在了地面之上 那三头黑截虫 发出了愤怒的爆吼 极力挣扎 三个脑袋表情各异 异常猙獰 格宇这法阵布置的十分仓促 所以并不能坚持多张时间 旋即转头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钟锦亮 他也早已准备多时 当即催动了新轮部 身形一阵飘忽 朝着那三头黑截虫而去 顺着他身上坚硬的甲壳 一路蜿蜒而上 最终爬到了他后脖梗处 那三头黑截虫 很快就感到了凶险 三个脑袋同时转头 朝着钟锦亮看去 张口就要喷出毒液和毒物 说是吃那是快 钟锦亮已经举起了斩仙剑 一剑朝着那三头黑截虫的脑袋上 就劈砍了下去 手起剑落 顿时将那一颗正要喷出毒液的脑袋 给砍了下来 那可怜的三头黑截虫 一颗大脑袋轰然落地 落地之后 才有毒液喷洒在了地上 另外的两个脑袋 吃痛不过 纷纷转过头来 朝着钟锦亮发动了进攻 钟锦亮是一招得手 连忙催动先轮步朝着一旁快速躲闪 毒气并没有落在身上 本来还想斩断其余两个脑袋 可是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另外两个脑袋已经发动了进攻 再不跑 只有死路一条 没了一个脑袋的三头黑截虫 那断口处不断的有浓郁的绿色浆液喷涌而出 立刻处于了癫狂状态 身子剧烈挣扎 落地之后的钟锦亮 正要再次冲上前去 打算再砍掉他一个脑袋的时候 突然间 那五行地煞降魔阵的威力 已经失去了作用 天地之间 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哄响 地煞之力 立刻收拢了回去 钟锦亮提着斩仙剑是连忙后撤 这会儿已经无法正面触碰那三头黑截虫的锋芒了 而丢了一个脑袋的三头黑截虫 彻底的癫狂了起来 另外两个脑袋死死盯住钟锦亮 欲将其杀之而后快 好在钟锦亮的仙鸾部已经炉火纯青了 打不过逃跑的手段还是有的 身形一阵虚晃 带着那三头黑截虫 在一定的范围内不断地跑着圈子 宇哥 黑哥 快帮忙啊 格宇朝震的三头黑截虫看了一眼 深吸了一口气 顿时再次掐起了法绝 他打算再一次催动了云雷七星 这一次施展出来 如此高深的术法 对于格宇来说是一次挑战 更是一场巨大灵力的消耗 如果不干掉这三头黑截虫 那肯定是无力再战了 关键时刻 格宇不得不拼命 法绝一掐 咒语倾刻完成 七星剑一晃 顿时再次喊了一声 云雷七星 杀石间的七把小剑 再次脱离了剑身 每把小剑上都漂浮着雷芒闪动 生死存亡就在这一招了 格宇已经全力施展了出来 那三头黑截虫 正追着钟锦亮到处跑呢 突然感觉气场一紧 好像被封锁掉了 就连施展先鸾部的钟锦亮 也感受到了一股空前的压力 身形瞬间就受到了抑制 那三头黑截虫 受到了很强大的阻力 经不住顿主的身形 朝着格宇的方向看去 这一回头不要紧 迎来是那格宇七把闪烁的雷芒小剑 尽数轰然落下 全都打在了他的身上 但听得轰隆一声巨响 那三头黑截虫身上雷芒闪烁 庞大的身形被七把小剑 震得横空飞起 当施展完这一招之后 格宇的身形有些微微摇晃 险些站立不稳 逐渐被他一下插在地上 才堪堪稳住身形 再去看着三头黑截虫 已经翻滚在地 身上电流四处流走 还有阵阵的白雾 升腾而出 惊鸾似的颤头不止 钟锦亮再次找了个机会 当格宇停止了云雷七星之后 那气场被封锁的感觉 顿时荡然一空 下一刻 他再次催动仙鸾部 一闪身到了三头黑截虫的身边 手起一剑落 朝着那三头黑截虫 能够喷出毒雾的那个脑袋 斩了过去 咔嚓一下 毫无预料的 那颗硕大的脑袋 被斩落了下来 或许是太过疼痛的缘故 那剩下唯一的脑袋 发出了一声惨烈的哀嚎 身形一晃 竟然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就在这时 黎泽剑的飞剑 陡然射出 蓄势待发 爆发出了璀璨的光芒 一下便打在了 第三颗脑袋的眼睛上 那三头黑截虫的身形 微微摇晃 马上就要跌倒的时候 黑小色的也出现在了 他的一侧 二话不说 一剑也刺在了另外一只眼睛上 浓稠的枝叶 蹦践而出 那三头黑截虫彻底的崩溃了 仅剩下的一颗脑袋 两只眼睛还都被弄瞎了 他晃动着巨大的身形 跌跌撞撞 巨大的尾巴四处横扫 企图不让人再靠近他 几个人就围着那黑截虫的一侧 看着他可劲的闹腾 等他闹腾的差不多了 黑小色再次揉身上前 一剑披落 最后一颗脑袋 也滚落在了地上 随着呢 巨大的三头黑截虫 轰然倒落在地 激荡起了无数尘埃 几个人的心情 才彻底的放松下来 终于将这庞然大物给干掉了 那巨大的三头黑截虫 也化作了一具无头男尸 身体也是千疮百孔 再也没了声息 刚才还赋予完炕的几个 阿兹旺带来的降头师 一看到他已经挂掉了 纷纷跪在地上 举手投降 这会儿那些人已经不多了 仅存的还有三四个 只可惜 他们这边刚跪在地上 那愤怒的牙子杀的兴起呢 直接一口烈焰 将那几个家伙给点燃了 凄厉的惨叫声 异常刺耳 几团火球四处挥舞着手臂 那胖妞还是比较仁慈的 打出几道硬刺 落在那几人身上 他们这才算是轰然倒地 没了声息 也算是给了他们一个痛快 不过刚才牙子动手的正是时候 这些人格宇留着他们也没有任何用处 顶多就是交给特调组那边处置 而且还十分麻烦 不如让牙子干了 一了百了 现在就剩下了那英华小道长父子二人了 从一开始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凤衣一个人就将这些人全部缠住了 不过他们既然敢来 那就有意思了 还能让他们活着离开这里吗 喘息了片刻之后 格宇主着七星剑站了起来 跟黎泽见他们会合在一起 宇哥 你身体没事吧 没事 怎么将那陈家父子收拾了再说 格宇摇了摇头 提着七星剑朝着前面走去 此时那陈家父子带来的那些人 剩下的也不多了 大多数都被凤衣给缠绕着大些八块 还有一些人被胖妞的硬刺给扎得千疮百孔 此相惨烈 凤衣那无数长发翻飞 目天席地 经着陈家父子团团包裹 想要逃走都难 格宇看到凤衣这般阵仗 便知道 他最近一段时间的道行又有所提升了 绝对可以独当一面了 身后紧随而来的是牙子和胖妞 还有几十个老鬼将四周团团包围 防止那陈家父子逃走 随后格宇才招呼了一声 让凤衣收了神通 将他们二人还有仅存的两个手下 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那陈家父子一脸惊慌 后边的两个随从已经开始腿肚子打软了 在看到格宇他们一行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那几个人便知晓 大势已去 黑魔教和赵家暗堂的人已然全部死光了 此刻这父子二人真的是被吓惨了 无论是赵家还是黑魔教的实力都是最顶尖的 可是现在呢 两帮人都被格宇他们给反杀了 格宇阴冷的眸子看向了英华小道长 低沉地问道 往来水娃的事情是你出的主意 英华小道长被格宇那双像是看死人的眸子 看得浑身一紧 想要硬气一些 可是话一出口 声音还是有些发颤地说道 你你想干什么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如果是你小子干的 黑爷将你大卸八块 如果不是你小子干的呢 黑给你留个全尸 你们休要成狂 知道这是哪里吧 越上这个地界 还没有人敢得罪我们陈家 请问格下最姓大名啊 我大号陈阳荣 在岳省这一片 我们陈家世世代代都是修行者 也传了百年之久 跟我们陈家相熟的岳省各路英雄豪奇无数 今日你若敢动我父子一根汗毛 我保证你们无法活着离开岳省 就是 你们今天要是杀了我们 我师父灵石真人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整个天云宫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何宇真是被这缺心眼的父子给气得有些想笑 怪不得会被人拿来当枪使 就这吱声啊 你这小子还号称是那灵石真人最得意的弟子 这脑子是不是被驴给踢过呀 你没看到当初我们将你那师父打得落花流水满地着牙吗 别说你师父不在这里 就算是站在这里 我们将你给杀了 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还别说 当时英华小道长还真没有看到 他师父被隔雨胖揍的情景 因为在此之前 他就被那灵石真人给一巴掌打晕了过去 事后还是听别人说的 黎泽剑隔雨单挑天员工 不光是打趴下了数位长老 就连他师父都被隔雨打得伤得不轻 英华小道长 还是刚才另一个问题 到底是谁出的主意 往来的水娃 还有这些黑魔教的人 是不是你们找来的 可你们说了 你们就放我们父子二人离开吗 不能 不过可以给你们留一句全尸 还跟你说个屁呀 有种的来呀 别以为人多我就怕你们 有种你们出来一个人跟我单挑 将我打败了 我就告诉你们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奖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娘 第七百九十三集 不是他们对手 这老家伙还真是够不要脸的 现在说他们人多欺负人少 当时他们三方人马六七十人 在这里埋伏他们几个 怎么不说人多欺负人少呢 现在竟然还有脸说要单挑 等挑你妈 钟锦亮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直接提着斩仙剑 便朝着那陈阳荣劈砍了过去 紧接着黑小色也冲响了那英华小道长 至于格宇和黎泽剑 则在一旁观战 他们二人都灵力消耗巨大 需要缓上一缓 尤其是格宇 灵力差不多都要枯竭了 刚才能够扛住凤仪的纠缠 那个叫陈阳荣的家伙 也不是一般人 修为还是可以的 至于剩下那两个手下 一看情况不妙 打都不敢再打 直接转身找了一个空隙 想要逃离这里 但四周那些 忽视眈眈的老鬼和胖妞 怎么会让他逃脱呢 刚跑了没几步 那俩人就被老鬼上了身 紧接着刺猬经胖牛 一阵扫射 二人就被扎成了漏勺一样 倒在了血泊之中 一切尽在掌握 那陈家父子二人 必然也要葬身此处 不多时 但听到英华小道长一声闷哼 便被那黑小色一脚踹中了胸口 也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拥而出 黑小色常见所向 正要结果了那英华小道长的性命 那陈阳荣突然大喊了一声 一刀将中锦量震开 朝着黑小色这边 劈出了一刀 刀芒凝利 势大力尘 黑小色劈下去的长剑 不得不改变方向 架住那一记刀芒 又要伤我而性命 那陈阳荣直接脱离了中锦量的纠缠 朝着黑小色这边奔来 猛地砍出了一刀 跟黑小色的剑 结结实实地对撞在了一起 黑小色没太多防备 竟然被那陈阳荣的大刀 震得往后裂起了两下 中锦量紧随其后 二人合力一起对付那陈阳荣 此人的实力不俗 倒是也有些本事 不过在中锦量和黑小色的合力之下 便有些难以为继 被二人打得不断后退 显得尤为吃力 黎泽将回头看了一眼 在对岸由蛇妖照看的水娃 已经无心再次逗留了 缓过一些灵力之后 当即再次祭出了飞剑 搜的一下就朝着那陈阳荣的要害 刺了过去 陈阳荣大惊失色 连忙提刀来挡 但是他挡住了黎泽剑的飞剑 却挡不住黑小色和中锦量的两把剑 几乎同时 两人的剑都招护在了他的身上 一把刺入胸口 另一把刺入了小腹 那陈阳荣一声惨哼 身上鲜血鼓鼓而出 震惊地看向了二人 你 你们 这敢杀我 你都敢杀我们 我们凭什么不敢杀你啊 中锦量说着 那剑再次刺入了几分 陈阳荣口中大量的鲜血喷勇 被中锦量一脚踹飞了出去 倒在地上的英华小道长惊恐无比 眼眸之中闪过了一抹仇恨 跌坐在地上的陈阳荣 身子微微惊乱 马上就要咽气 黑小色紧接着提着剑 朝着那英华小道长走了过来 英华啊 因为你的无知 害死了这么多人 你可曾后悔啊 我这就送你们父子二人 一同上路 说着手起一见落 就朝着那英华小道长的脖子上 招呼了过去 那英华胆小如鼠 立马伸出双手 挡在了面前 可是让人没预料到的是 鞋子里突然闪过一道暗器 直奔黑小色面门而来 这力道十足 吓得黑小色的白毛汗 都差点冒了出来 当即长刀一晃 挡在面门之上 身子被那暗器震得后退了七八步才停下来 格宇和黎泽健看到这一幕 心中不由的惊惧 这又是哪来的高手 黑小色连着劈砍了两次 竟然都没有杀了这英华小道长 他的命还真是够大的 正在二人疑惑间 突然间 湖边密林之处闪出了七八个身穿黑衣 蒙着脸面的高手 身形奇快 朝着他们这边飞奔而来 那些黑衣人一闯入这边 顿时手中符鹿飘飞 洋洋洒洒 朝着四周的鬼物和大妖身上落去 格宇定睛一看 发现这些俘虏是专门克制 鬼物和妖物的俘虏 十分厉害 对方显然是早有准备 这些俘虏打来 围着四周的那些鬼物和大妖 纷纷退避 地骑锋芒 那些黑衣人很快闯入其中 其中一个黑衣人 直奔英华小道长 一只手抓住他的领子 将人提起来 转头便走 钟锦亮立刻拦上前去 一剑朝着那黑衣人身上斩去 那黑衣人顺手回了一剑 震得钟锦亮身形摇晃 后退了几步 黎泽剑和格宇没有片刻犹豫 顿时也奔上前去 此时那七八个身穿了黑衣的人 顿时迎上前去 将黎泽剑和格宇给拦截了下来 神兽牙字和刺猬精胖妞 以及凤蚁紧接着一哄而上 但是这些人看起来 并没有跟众人缠斗的意思 只是众星拱月一般 护着中间的那个黑衣人 掩护着他 带人逃离 几人且战且退 极有章法 手中都是用剑 伴随着符路纷飞 这些人手中的符路 跟不要前世的四处挥洒 有些燃烧出了阳火之力 有些绽放出了幽蓝色的光芒 那些鬼屋一时间也不敢近身 四个人追着这几个黑衣人 一路劈砍 对方一直朝着湖边的密林而去 尤其是救下英华小道长的黑衣人 个子虽然不高 但是力气过人 一把将那英华小道长夹在了腰间 脚步匆匆 轻身功夫一流 随后那几个黑衣人 分别再次摸出了符路 贴在自己的裤腿上 一溜烟的 不见了踪影 中间亮和黑药色还要去追 格宇却一挥手道 别追了 咱们现在不是他们的对手 听闻此言 二人停住了脚步 纷纷看向了格宇 心想也是 这几个突然冒出来的人 修为都很强 尤其是刚才救走英华小道长的那位 一剑就能将中景亮震飞 这几个人当中最能打的格宇 灵力消耗巨大 继续追下去 还是他们这边吃亏 对方早有准备 来得快去得也快 而且他们离开的时候 格宇还发现这些黑衣人 竟然用了一种 类似于神行服的手段 这神行服路 一旦催动 拍在腿上 可以在一定时间内 爆发出强悍的力量 行走如风 风驰电掣一番 这种手段并不多见 通过这些人的行径 格宇也大体能够猜出来 这些人是谁 很有可能就是天元宫的那些老道 刚才将英华小道长救走的那位 应该就是那临时真人 却不知道他们一直都隐藏在这里 还是刚刚来到 出现的恰到好处 将人给救走了 一想到这些人或许就隐藏在暗处窥视 格宇竟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如果当时他们在对付那三头黑街虫的时候 突然出现在这里 那么几个人是必死无疑 格宇之所以刚才放任他们离开 其中便有这么一部分原因 江湖流一线 日后好相见 既然他们刚才没有动手 自己这边也要识趣 将人给逼急了 兔子也会咬人 看到那些黑衣人远去的背影 钟锦亮和黑小色很快折返了回来 凑到格宇的身边 钟锦亮疑惑地问道 这些人是谁啊 一个个胸围都好高啊 尤其是刚才跟我过招的那位 还能有谁啊 就是一个多月之前 将你打伤那位 不是吧 听员工 他们跟黑魔教 还有赵家暗堂的人有联系啊 那灵石真人 跟赵家有联系 也是必然的 要不然 赵家也不会过去给他上手礼 至于黑魔教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 明华的老子联系的 此处离着马来西亚很近 那些黑魔教的人 过来一趟很方便 这事 有些细思极恐啊 既然天原宫的人也来了 那刚才为什么不参与围杀我们 叫他们出面 我们几个必死无疑啊 这天原宫 再怎么说也是名门正派 这事 或许他们知道 但是 不敢参与也是应该的 赵家暗堂 都是一些为非作戴之辈 而黑魔教 是最邪恶的组织 天原宫肯定不屑于诸位武 这是其一 第二个原因 或许是因为我们几个人身份的缘故 如果天原宫有把握 将我们这些人全都杀了 那也罢了 但凡跑出去一个 或者 聚灵塔中的老鬼或者大妖逃走 且通知了九阳花李白他们 那这天原宫 必然会被夷为平地 从各方面考虑 天原宫都没有杀我们的胆子 我靠 那 那天为什么灵石真人 还示意天原宫和月省的那些高手 又留住我们啊 量子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当时我们几个人差点挑了天原宫 当初灵石真人 若是闷不吭声 这脸面也没处放 那金空大河上出现的很是及时 既给了我们台阶下 也让灵石真人有了面子 你以为 他还真敢将我们留下不成啊 无非就是撑撑场面罢了 但是他肯定也会料到 有人会出面干涉这件事情 这还真是江湖套路深啊 我想回冬村了 这其中竟然还有这么多道道 行了 好就跑了吧 咱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当不知道这回事就行了 那个英华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 话虽这样说 可是刚才钟锦亮和黑小色 斩杀了陈阳荣的时候 那英华那一双怨毒愤恨的毛子 却在脑海之中无法消散 英华小道长别看着脑子有些抽筋 不过修为还是可圈可点的 三十岁左右的年纪 便有了五六前道长的修为 若非没有修行根骨 那灵石真人也不会带着天原宫的人舍身相救 现在只能希望那英华小道长能够建好就收 以后别再弄什么幺蛾子 此时格宇已经通过聚灵塔 跟那只蛇妖取得了联系 让他带着水娃过来 刚才一番大战 太过凶险 剑气纵横 人多眼砸 怕是伤了水娃 所以格宇便让那蛇妖一直护着水娃的周全 如今一切尘埃落定 没啥危险了 才让蛇妖将水娃带了过来 水娃被带过来的时候 是一脸的懵逼啊 看向他们几个人的目光都带着异样的神色 刚才他虽然没有过来 但是远远的也看到了战斗的情景 这满地的尸体 还有那巨大的三头黑结虫 他都看到了 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感觉像是看到了一场异形大片 震撼无比 看到那水娃略带惊慌的神色 黎泽剑走了过去 摸了摸他的头 沉声道 水娃 刚才怕不怕呀 水娃咬了一下嘴唇说道 爸 我不怕 不怕就好 你小的年纪也不小了 有些事情也该让你知道了 上学归上学 还是要修行的 以后老子的这身本事 还需要你来继承一波 你想不想学啊 爸 原来你们都这么厉害啊 是不是有超能力啊 这不是超能力 是我们华夏的修行法门 你爹可是当年明镇江湖的剑神 一把神剑追魂明镇九州 天下无人不识 这身手段传给了你 以后你就是当只无愧的小剑神了 水娃微微一笑 并没有言语 此时黑衣小色走过去 朝着水娃的脑袋上拍了一巴掌 没好气的说道 臭小子 你可吓死我们了 为了你小子 我们可是没少吃苦头啊 以后长点心眼 别什么人的车子都上 这下被人给绑了吧 当时那人说我妈在旧我的路上出了车祸 腿壮坏了 在医院 我一时心急就上了车 结果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794季 不欢迎你们 这些人为了达到目的 还真是有些不择手段了 连小孩子都骗了 一开始是骗取黎夫人的同情心 两个修行者上了车 被他们给控制住 然后 又跟水娃谎称黎夫人出了车祸 一上车 就将水娃给控制住了 带到这个冬野湖 将隔雨他们一行人 给骗了过来 究竟是这三方人马 如何聚在一起的 是谁牵的头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不管是黑魔教 还是赵家暗堂 在这次伏击中 都吃了大亏 够他们难受一阵子的了 最起码那赵明露的左右手 全都殒命了 再想跟隔雨他们作对 身边也没什么得力的助手了 黑魔教这个事情 还是有些头疼的 打法臭名昭著 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只是黑魔教跟隔雨他们的几次遭遇 貌似都没得到什么便宜 这次更是将副教主的性命 都留在了这里 即便是没伤了他们的元气 估计也要伤筋动骨了 这事还是要跟周一扬打声招呼 让他给黑魔教那边 上年也要水 若是再敢找他们的麻烦 直接一拨人杀到马来西亚 将那老十日子黑魔教 给一锅端了永绝后患 好在水娃并没有受伤 只是有些许惊吓 看来这些人 还是有一些起码的江湖道义的 没有对孩子下手 隔雨还真有些担心 对方会在孩子身上动手脚 比如上次黑小色 被降头师带走之后 就被吓了降头 要不是他关键时刻 用清原觉压制住了 这小子就要抱铁而亡 将他们一起也给伤了 一行人打扫完战场 疲惫不堪地离开了此处 折腾了一晚上 天都快亮了 找到了车子 直接回到了黎泽健的住处 回去之后 黎泽健便带着几个人 到了密室之中 黎夫人一看到 完好归来的水娃 抱头痛哭 自不必说 等夜无话 几人都累得不清 聚在一起说了几句话 便各自回去休息 随后众人又在 黎泽健的家里 待了几天 恢复了一下灵力 这边基本上 就没什么事情了 几人商议了一下 打算回江城市一趟 出来的时间太长了 总赖在黎泽健这 也不是回事 毕竟他也挺忙的 但黎泽健有些不舍 看他们执意要走 也不好强留 只是说有什么事情 尽管招呼 现在交通发达 不管天南海北 也不过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大家伙聚在一起 喝了一顿酒 黎泽健帮着几个人 订好了中午的动车票 和李浩然开车 一起将他们送到了车站 才一一惜别 等黎泽健带着李浩然离开之后 格宇直接招呼着黑小色 和钟锦亮出了车站 并不打算就这样离开 因为格宇还觉得 有一件事情 没有完全了结 那一日 天元宫的人 将那英华小道长叫走 黎泽健一家 依旧面临着很大的威胁 这件事 仨人一直耿耿于怀 总觉得要他们给个说法 即便是没有什么说法 也要去震慑一下他们 此时 黎泽健不方便出面 但是他们几个做兄弟的 必须要为黎泽健 解决了后顾之忧 当即三人出了车站 直接打了一辆车 来到了岳秀山的山脚下 翻过院墙 沿着小路 直接到了天元宫的山门处 山门处自然 有天元宫的人把守 四五个小道长负责看守山门 一看到格宇他们三人 大大咧咧的朝着山门处走来 那些小道长一个个 全吓得脸色大变 这几位他们太眼熟了 就在一个多月前 差点将天元宫给掀了个底朝天 掌教和几位长老 悉数背着几人给打翻在地 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 格宇他们几人很快来到那些守山的小道长身边 那几个小道长一个个如临大敌 不由自主的把手都放在了宝剑上 天元宫到完种地 不可慎闯 别害怕 我们这次不是过来打架的 赶紧去通知一下你们掌教灵石真人 说我们几个人过来了 找他有事要谈 不让我们进去也行 那我们就闯进去见他 那几个小道长彼此看了一眼 当即有两个 连忙离开了这里朝着山上跑去 格宇他们百无聊赖 就坐在山口的一块大石头上 耐心等待 至于那灵石真人到底见不见他们 几个人心里都没底 不过格宇觉得 这灵石真人可能不见他们的面比较大 因为那灵石真人带着几个长老 将那英华给叫走了 这老家伙肯定心虚 不敢见他们 怕格宇跟他们要人 其实这事一点都不难猜 那灵石真人还是十分看重这个徒弟的 三人就坐在石头上 一边闲扯一边耐心的等待 约莫过了有二十多分钟 那两个小道长又折返了回来 只是这次回来 他们身边还跟着天元宫的一个长老 此人他们认识 依稀记得应该叫做灵石真人 这灵石真人一看到格宇他们自然是没什么好脸色呀 走到几人身边 上来就是一声冷哼 你们又来我们天元宫做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们 你以为我们想来这个坡地方啊 要不是过来找你们长教 有事情理论 我们都不来这臭烘烘的天元宫 黑小色故意加重了语气 尤其是臭烘烘三个字 说的颇有深意 当初谭木盒子一抛屎 的确是弄得整个天元宫臭气烘烘 这家伙脸皮也不是一般的厚 自己干的缺德事 竟然还有脸提 不说这个还好 那灵石真人 顿时就气得吹胡子瞪眼 恨不得有一种想要伸手掐死他的冲动 但又打不过他们 也只能干瞪眼 格宇坐直了身子 看向了灵石真人道 这位长老 灵石真人到底见不见我们 您给句准话 他要是不肯见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是亲自等门造访了 这句话会有几分威胁的意味 然而格宇并不是在跟他开玩笑 既然他们敢第一次 在天元宫闹出那么大的乱子 那肯定就有第二次 这会儿可不是灵石真人过大寿 也没有什么各路的江湖朋友在此 他们一旦闹起来 天元宫肯定又是一番鸡犬不宁 那灵石真人显然对着几个人 也是无可奈何 挥了挥道袍 十分不悦地说道 跟鸡犬进来吧 张家真人正在大厅等候 三人彼此看了一眼 紧随在那灵石真人的身后 朝着山上走去 而那几个小道士 看着三人从身边走过 一个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 如必蛇蝎一般 天元宫跟茅山武当这种大宗门一比 就有些相形见着了 不过是一个比较大的道观而已 门下数百人 在岳省或许是数一数二 放在整个华夏道门 就显不出什么来了 这地方不是第一次来 三人一路走一路看 神情淡定 一点也不显得慌张 但是前面走着的灵石真人 看上去有些担忧 脑门上甚至都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出来 他心里清楚 这几位再次来到天元宫 肯定不是过来喝茶的 灵石真人带着他们一行人 往前走了十几分钟 静止走过了一个 写着无量电的大厅之中 这一进去 三人都愣了一下 发现了大厅之中的两侧 分别坐了十几个人 那天天元宫的几位长老 也悉数到场 当真是好大的阵子 整个天元宫最厉害的高手悉数到场 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格宇他们三人一进来 就感觉空气中 笼罩着一股浓郁的肃杀之气 当那些目光纷纷扫过来的时候 甚至还能够感觉到了浓郁的杀气 不过三人一高 人胆大 对于这些人 满带杀气的目光 好像是浑然不觉 大大咧咧的 静止往前面走去 尤其是黑小色 嘴角还带着一丝 似有似无的笑意 那感觉看上去 就好像在挑衅一般 有些老道实在看不过去 不由的发出了阵阵的冷哼 灵石真人 咱们又见面了 格宇停在了 坐在大厅正中间一把椅子上的 灵石真人的面前 相距不过五米 微微一拱手笑道 那灵石真人也不太可能给格宇什么好脸色 阴阳怪气的说道 你们还敢来这里 怎么呀 上次打得不够尽心 这次还想将我们的天元宫给拆了不成 灵石真人这话 我就不爱听了 上次我们来也是无意冒犯你们天元宫 是灵石真人非要将我们留在这里的 要跟我们切磋切磋 刀剑无眼 这一动上手就收不住 那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那灵石真人耐着性子 眼睛微微眯起 寒芒毕露 紧接着又道 说说吧 你们来我们天元宫 找频道所谓何事 如果你们过来 仅仅是说这些没用的话 那还是请回吧 黑小色脸色一变 正要说话 被格宇给拦了下来 当即笑眯眯的说道 灵石真人 我们这次前来呢 是要找您有重要的事情商议 没想到您老人却摆出这么隆重的阵仗 欢迎我们 真是有些受宠若惊啊 不如这样吧 在下请灵石真人进一步说话 单独找您聊聊 不知可否啊 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 难道还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不成 既然灵石真人执意如此 那也可以 等着诸位天元宫好手的面 咱们就把事情掰扯掰扯 当格宇的目光朝着旁边坐着的那几位长老看去的时候 发现有几人面色不对 故意躲开了格宇的目光 应该是有些心虚吧 有话就直说 频道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没时间跟你们扯这些有的没的 爽快 我等的就是灵石真人这句话 我也不拐弯抹角了 这次来天元宫 只想让灵石真人交出一个人来 听闻此言 那灵石真人的脸色一变 整个大厅的气氛再次变得凝重起来 小子 你不要太猖狂了 真以为我们天元宫怕了你不成 有胆子跑到我们这里来要人了 灵石真人 你就不要拆着明白装糊涂了 我跟你要什么人 你心里肯定清楚 就是你那好徒弟殷华 欺人抬身 不过是上次打了你们一个人 频道已经好好的教训了他 你们为何还要死沉着不放 难道真要将他杀了才结气吗 也太不将我天元宫放在眼里了 这件事情早就过去了 我们也不是斤斤计较之人 可是就在三天之前 你这好徒儿勾结马来西亚黑魔教 还有金门招家暗堂的人 绑了我黎大哥的儿子 并且涉负击杀我们 这事儿 我若是捅到了特调组 给你的乖徒弟安上一个勾结邪教的罪名 你以为你们天元宫能独善其身吗 听到格宇这句话 那灵石真人的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 大厅之中的杀意更加浓烈了 不说八道 血口喷人 好一会儿 那灵石真人才从鼻孔里 哼出了这几个字来 在华夏 但凡跟任何邪教勾结的修行者 都被视为不可饶恕的死罪 那可都是要抓起来 送到神龙岛积压的 说不定还要挨枪子 天元宫虽为盗门 但是藏匿和包庇犯罪的罪名也不小 必然会受到连累 这些事情他们也心知肚明 虽然灵石真人失口否认 但是他的表情还是出现了一丝慌乱 被格宇给捕捉到了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第七百九十五集 算在你们头上 格宇的贼脚依旧挂着一丝 人畜无害的笑容 胆胆地说道 究竟是不是胡说八道 你将在英华小道长叫出来 一问便知 那天晚上 英华道长父子带着一群人也在场 而且他还被我们打伤 胸口中了一脚 估计瘀痕未消 当时他可是被一群身穿黑衣的人给交走的 一个个修为不俗 虽然蒙着脸面 不用说我们也能猜出来是谁 能够将英华给交走的 除了你们天元宫 估计没有别人了吧 格宇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已经让灵石真人头上冒出了冷汗 他目光阴狠地盯着格宇 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说的什么 拼到听不明白 既然灵石真人装糊涂 那咱们好像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本来我们想要跟灵石真人将这件事情私下来解决 可是 您非要将事情弄大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正好 我也认识特调组的一个朋友 跟我也算是生死之交了 此人叫邵小龙 他高祖爷想必你也听说过 郑国级高手邵天 实在不行 我就只能联系邵小龙呢 让他派特调组的人来你们天空瞧瞧 将你们这里翻一个底朝天 我就不幸找不到那樱花 也许你会觉得即便是找到了人 这事 樱花道长也不可能承认 可是你要知晓 特调组的人有的是手段让人招供 搜魂锁魂控制神魂 无所不用其极 等他吃够了苦头 必然会招供的 到时候 你们天员宫包庇一个 跟黑魔教勾结的人 我就不信特调组的人 会有那么大的气度 不会怪罪到你们头上 说着 格宇从身上摸出了手机 在屏幕上滑动了两下 笑着说道 灵石真人 叫不叫人给个痛快话 要不然我就可打电话了啊 那灵石真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眼眸之中的杀气 一瞬间攀升到了极致 忽然间从椅子上忽然而起 怒声道 昂死 他这两个字出口 整个大殿之中 顿时传来了刷刷的拔剑之声 那些老道纷纷闪身出来 二三十把剑 同时指向了格宇等人 将他们给团团包围了起来 怎么 灵石真人这是打算杀人灭口了 你们若是有这个胆子 为什么不三天之前的那个晚上 跟我们动手啊 一只鬼鬼祟祟的躲在阴暗处袖手旁观 你们以为 此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便没人知晓了吗 而此时那灵石真人被格宇已经彻底激怒了 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从鼻孔里蹦出两个字 动手 话音一落 那二十多个高手顿时纷纷围拢过来 就连大殿之外也传来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格宇的预料之中 将这老东西给逼急了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眼看着这些人就要逼近的时候 格宇直接一拍巨灵塔 打开了封印 顿时一道金黄色的气息飘飞而出 然后牙子的身形瞬间变大 真龙的气息飘荡开来 那些个老道仪看到牙子那庞大的身形 猙獰的面孔 一个个全都吓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往后退了树步 这什么东西啊 竟然有如此浓郁的龙气 这小子身上有一条龙 传说中的神兽 他身上竟然有一个 那一日灵石真人虽然远远的看到了牙子 心里有所准备 但是如此近的距离再看 他心中还是不由的一颤 只此一物 便能让天元宫这些老道 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恐惧感来 灵石真人 你可想清楚了啊 今日若要是动了手 即便是我们无法活着离开这里 你们整个天元宫的千年基业 也要毁于一旦 而且我们来天元宫的事情 剑神也是知道的 只要我们在一个小时内没有下山 他就会跟特调组的人联系 将你们天元宫勾结黑魔教的事情全都抖出去 让天下人都知道你们天元宫的嘴脸 你胡说 那樱花小子 勾结黑魔教跟我天元宫何干 一激动 那灵石真人直接说漏了嘴 自知诗言 后面的话便没有再说出来 看来灵石真人果然是知道 樱花小道长勾结黑魔教的人呢 还在这里跟我们装疯卖傻 这下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黑小色在一旁见兮兮的笑道 打也不能打 骂也不管用 灵石真人当真是没了脾气 朝着围拢着格宇等人的那些老道摆了摆手 示意他们退下 自己则有些颓然的做了回去 那些老道道也听话 将剑都收了回去 不过并没有落座 纷纷一脸担心的 看着他们三人 好一会儿 他才跟双打了茄子似的 看向了格宇 眼神再无半分杀意 说吧 你们到底想要怎么样 很简单 其实呢 我们这次来天元宫也并非是一定要杀了那樱花小头长 既然灵石真人那天很舍身相救 便说明您是十分宠爱这小徒弟的 不过 丑话我可说在前头 我希望像上次那样 绑李大哥儿子的事情 不要再发生 但凡李大哥家里的任何人 只要出现了任何意外 我都会想到是你们天元宫的人动的手 到那个时候 就别怪我们对天元宫不客气了 这 这频道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万一他有其他的仇家呢 这个我不管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 只要李大哥和他的家人又是 我就会怪到你们天元宫的人头上 整个大殿中一片哗然 欺人太善了 格宇他们这次前来 就是要将李泽剑一家的身家性命 全都托付在天元宫的头上 而且还是以威胁的手段 英华可以不交出来 但是天元宫的人必须保证那小子 不要再闹出什么幺蛾子 如果李泽剑的家人出了任何事情 都要怪罪于天元宫的头上 天元宫可以不答应 那就只有将英华小道长勾结黑魔教的事情给抖出来 天元宫必然也会惹伤一身骚 孰心孰众 让那灵石真人掂量一下便是 撂下了这句话之后 格宇也不管那灵石真人答不答应 转身就走 顺势拍了下聚灵塔 牙子一声龙笑 震得大殿之中回音不绝 吓得那些老道更是脸色数变 众目睽睽之下 牙子化作了一道金芒 钻进了聚灵塔 当初他们几人来到天元宫 钟锦亮和黑小色还身负重伤 况且聚灵塔中的鬼物和大妖 一个都没有放出来 现在只是将牙子给放出来 便可以将这些老道给震慑住了 一旦真的打起来 天元宫能不能留住他们 这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 这天元宫的千年道观 变成一堆瓦力 倒是必然 钟锦亮和黑小色紧随其后 跟着格宇大摇大摆的 走出了这大殿 只留下了一群不知所措的老道 在风中凌乱 一个个跟吃了苍蝇似的 出了这大殿 三人心情大悦 朝着山下走去 一路之上 遇到格宇他们的那些小道士 不不纷纷躲避 就这样直接大摇大摆的走下了山 随后三人打车 直奔机场 朝着江城市而去 此一次南下 本是打算找陈宇的踪迹的 结果没有半点消息 却是遇到了诸多的麻烦 想来也是让人头疼 这段时间折腾的不轻 众人也都是身心疲惫 之所以着急回来江城市 也是想安顿一下 好好歇着 格宇正好趁此时机 再巩固一下自己的修为 看看能不能冲击一下鬼仙的境界 现在跟鬼仙还有一段距离呢 修行太难 每往上提升一个阶段 难度都会成倍的往上递增 尤其是突破鬼仙境界之后 再往上提升就更加困难了 能够通过那远古魔头 留在身上的断臂 消化那千年鼠腰的一身道横 这是让格宇也没有想过的事情 简直就是捡了天大的便宜 一回到江城市 黑小色自然是迫不及待的联系到了乌鸦 独自一个人逍遥快活去了 用她的话来说 就是那些小姐妹想她想的都快要发疯了 她要过去好好地安慰一下他们 那股子不要脸的尽头啊 被格宇和钟锦亮一阵嫌弃 在江城市安稳了两天之后 顿时觉得身心舒坦 觉得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在江城市住的安心 这里有她熟悉的人 熟悉的环境 格宇没有家 便将这个第一个落脚的城市 当成了自己的家 尤其是在学校里的保安亭里 每天看着很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来来往往 确切地说是很多年轻的小姑娘 出来出去 格宇的心情就会好上很多 回来之后呢 钟锦亮迫不及待地再次联系了万罗宗的金大管家 探寻陈宇和那白衣女子的下落 然而却没有再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自从上次在川省出现几次之后 他们就好像是人间蒸发了 再无半分踪迹可寻 钟锦亮对于陈宇的那个心思 格宇完全能体会 就跟他跟杨帆一样 尤其是陈宇最后跟钟锦亮打的那么个电话 说是报完血仇 一定会嫁给他 这又等同于是给钟锦亮画了一个大饼 谁也不知道陈宇究竟什么时候 能够亲自报了血仇 这次在岳省 他们一行人 跟赵家暗堂的人又干了一架 杀敌二十余人 也算是帮着陈宇报了一部分血仇了 回来之后 格宇和钟锦亮 在租住的房间里待了好几天 好好地修行了几日 这才回到了江城大学 过上了轻松安裕的小日子 每天闲来无事 到处逛逛看看美女 倒也是一件十分心旷神怡的事情 一个星期之后 格宇和钟锦亮都已经习惯了这种日子了 下午快要放学的时候 二人便溜溜答答地朝着食堂的方向走去 手里还分别拿着一个大饭缸子 快要走到食堂的一处教学楼门口 二人忽然看到前面围了好大一群人 闹哄哄的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身为保安队长的格宇很有觉悟 倒也不是很着急的吃饭 便招呼着钟锦亮过去瞅瞅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校外的闲杂人 等到校内惹是生非 二人好不容易挤进了人群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好几辆豪车 崭新增亮 直晃人眼睛 这些车格宇也认识一些 毕竟也接触过诸如陈乐清 丁俊豪父子二人这等巨富之家 而眼前的这几辆车子里边 就有劳斯莱斯和宾利 除此之外 最前面还有一辆 长得七行怪状的跑车 一看便是价值不菲 更让格宇和钟锦亮惊讶的是 就在几辆车子前面的一片空地上 用鲜艳的红玫瑰 摆满了整个地面 还拼凑出了几个字来 格宇叮睛一看 几个字竟然是 陈泽山我爱你 我可真是大手笔啊 用红玫瑰铺满了几十米的长地 便是买这些花 就应该花不少钱 关键是陈泽山格宇认识 他真的十分好奇 到底是哪家的富豪大少 竟然打起了陈泽山的主意 在这校园之中公然是爱 目光游移 格宇的目光很快锁定在了 那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人身上 其中一个尤为引人注目 年纪差不多三十岁左右 个子高高瘦瘦 梳着油头 一丝不苟的 看上去丝丝闻闻 闻闻如雅 一看便是富家子弟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茅山鬼王》 第七百九十六集 跟你抢妹子 这富家子弟开着数辆豪车 带着七八个身穿裁剪得体的黑西装的人 在一栋的教学楼下面的空地上 用鲜花铺满了几十米的道路 用来追求陈泽山 在江城大学 有人用各种办法追求女孩子 这并不稀奇 格宇和钟年亮以前就经常见 有抱着吉他 在女生宿下唱歌的 主要是唱歌的不咋的好听 鬼哭狼嚎一般 结果迎来了一盆洗脚水 有想闯入女生宿舍送礼物的 被宿管阿姨拿着调着追了半条街 以前像是苏曼青和陈泽山这样的大美女 更是有不少的人追求 就连雷千娇这火辣辣的妹子 追求者也是无数 不过一般追求雷千娇的男孩 那下场啊都挺惨的 他的要求很简单 想要追他可以 必须通过第一条 那就是能打得过他 结果追求他的人纷纷被暴揍 一个个鼻青脸肿 后边就没太敢有人追了 在江城上大学的 大多数都是普通人 偶尔有几个练过几年拳脚功夫的 也都跟修行者相差千万里 更别说那些什么跆拳道高手了 别管你黑带几段几段的 上局给你打铺折 雷千娇绝对有这个实力 相对于雷千娇来说 陈泽山追求的人少了一些 并不是说这陈泽山长得不够好看 主要是江城大学的学生都知道一件事 便是陈泽山的爷爷 是江城市的首富 有着偌大的家族企业 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胆量去追的 在追之前 还是要掂量掂量自己 到底有没有那个实力 诸如南江省的凌云这般的人物 才会觉得跟陈泽山是门当户对 一般的富二代身价数千万 或者上亿的 在陈泽山的眼里 或许都是爆发户 跟那家的产业相比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再者 像是江城大学的这些学生 陈泽山也不会放在眼里 今日来追求他的这位 看样子 家底不是一般的雄厚 别的不说 便是停在教学楼下边的 这几辆豪车加起来 估计就要价值上亿 身价要是没有个上百亿的 买这些豪车 估计也会觉得肉疼 那个梳着油头的年轻人 容光焕发 白白静静 看着十分斯稳 身边还跟着七八个年轻人 这些人并没有引起格宇的注意 格宇只是发现 在离着那些人四五米远的车子旁边 还站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 个子不高 穿着十分普通 属于那种站在人群之中 不太引人注目的那种人 不过格宇只是一眼扫过去 便知道此人并不普通 有修行者的气息 一个富家大少 雇佣一个修行者保护自己 貌似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些也都不重要 关键是 这富家大少弄出了这番阵仗 女主角并没在这儿 中景亮和格宇一人端了一个糖瓷缸子 身穿保安符 正准备去打饭呢 被这边的情况吸引 所以过来一瞧 这种大场面 他俩也是头一回见 中景亮看到那个油头粉面的富家弟子 心里边没来由的一阵厌烦 看向了一旁的格宇道 宇哥 这也加好跟你抢妹子 要不要收拾他一顿 别瞎说啊 哪里是我的妹子了 我只有一个小姐姐 在高丽广 格宇没好气的说道 中景亮黑黑一笑 自然知道格宇说的是杨帆 可是中景亮却知道 陈泽山对格宇的感情 虽然明白格宇的心思 不会放在陈泽山的身上 可是一想到他会落在别人手里 中景亮还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人群闹闹哄哄 很多女孩子都在叽叽喳喳的 说个不停 对那位富家子弟 指指点点 主要是前面那个油头粉面的家伙 确实长得高大英俊 年少多金 在前面铺满了红色的玫瑰 尤为引人注目 格宇就听到身边不远处的 一个女孩子 一脸花痴的说 哇塞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追求我 我说什么都要嫁给他 紧接着就旁边女孩子附和 百无聊赖之间 格宇直接摆了白手 跟中景亮说道 走吧 去吃饭 肚子饿了 趁着学生们都在这围观 咱们就不用排队了 别宇哥 干嘛再走 有啥好看的呀 天保肚子要紧 正在格宇说这话的时候 突然间有人说 来了来了 大美女陈泽山来了 抬头一看 便看到了打扮时髦 穿着一身淡蓝色长裙的陈泽山 缓缓地从教学楼里走了出来 顿时让人眼前一亮 女主角终于出场了 正要离开的格宇 一看到陈泽山今天的打扮 不由得也觉得赏心悦目 仔细一想 也有好些日子没见了 一两个月肯定是有的 陈泽山看到眼前的场景 显得也有些意外 秀眉微微促起 敲脸之上 浮现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为难之色 那油头粉面的家伙 一看到陈泽山出现在眼前 顿时显得有些激动 看着陈泽山朝着他那边 款款而来 一身蓝色的长裙 走在红色的玫瑰花海洋之中 格外的赏心悦目 这一刻 站在此处围观的男生 情不自禁地吞咽起了口水来 此等美女真是秀色可参 在陈泽山快要走到这边来的时候 那油头粉面的家伙 顿时快走了几步 来到陈泽山的身边 故意做出一副彬彬有礼 十分绅士的模样 嘴角荡起一丝微笑 深深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 喜欢吗 陈泽山没有答话 只是冲他挤出了一个 略有些尴尬的笑容 许先生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那日一别 辰转难眠 周思暮想 所以我今天就过来找你了 怎么样 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便饭啊 不好意思啊 许先生 我今天没空 陈泽山歉意的一笑 然后直接就要离开 刚刚挪动脚步 就被那许先生一把抓住了手腕子 珊珊 你是没空啊 还是不想跟我一起吃饭啊 我是很喜欢你的 你没有瞧出来吗 许先生 我那天就跟您说了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请您放尊重一点 陈泽山看到那油头粉面的家伙 抓住了自己的手 努力地挣扎了一下 却没有挣脱 珊珊 你就不要再骗我了 这些天我一直在观察你 你一直都是独来独往的 根本就没有男朋友 要不然我也不会跑这么老远过来追求你 究竟是我哪里不好啊 你说出来我一定会改 一直到你满意为止 我是真的对你动了些 那许先生一脸真诚地说道 不说这话还好 陈泽山脸色一变 竟然有一丝韵怒之色 你 你还派人跟踪我 没有 我只是太喜欢你了 所以才会观察你的一举一动 珊珊 你就答应我吧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许公子抓住陈泽山的小手不放 陈泽山心里郁闷 这个许公子就跟一块狗皮膏药似的 死缠着不放 前些日子 他跟着父亲去东海市 谈一笔大生意 那谈生意的对象 就是这个叫许孟华的人 生意谈得很顺利 可是那一天 陈泽山一直都坐立不安 因为那个叫做许孟华的家伙 目光一直都在他身上游移不定 而且肆无忌惮 谈完生意的当天晚上 许孟华便单独约陈泽山吃饭 由于生意上的缘故 陈泽山不好意思不去 结果在吃饭的时候 许孟华就对陈泽山表露心计 非要让陈泽山做他女朋友 霸道总裁 富家公子家财万贯 能力超群 这些陈泽山都看不上 因为他心里一直住了一个人 可是这个许孟华 却是死缠烂打 一路追到了江城市 这些十日以来 没少被他纠缠 已经有些不厌其烦了 今天在学校里 又被他给堵住了 陈泽山更是觉得头大 正在那许孟华拉着手不放的时候 陈泽山的目光一扫 突然看到了人群之中的格宇 还有钟锦亮 此时的格宇和钟锦亮 都身穿保安服 两人手里还都拿着糖瓷缸子 一副去食堂打饭的模样 两人看起来有些老土 跟眼前一身明贵西装的许孟华 没法比 可是当陈泽山看到格宇的时候 眼前还是不由得意料 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他了 每一次看到格宇 就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不管他什么样子 在陈泽山的心里 都是最完美的 尽管此时的格宇 手里拿着一个糖瓷缸 上边还掉了漆 也不知道格宇是从哪弄来的 这物件 眼前的许孟华还在纠缠不休 陈泽山灵机一动 顿时有了主意 许先生 我告诉过你了 我真的有男朋友 求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 男朋友 哪儿呢 你倒是就让人叫出来给我瞧瞧 我看到人立马就走 许孟华笃定了陈泽山 肯定是没有男朋友的 他也派人多处打听 另外还找人观察了 最近这些时日 陈泽山的一举一动 他向来是独来独往的 身边除了他父亲和爷爷之外 就没出现过其他的男人 所以才会这般说 起料陈泽山突然伸出了 嫩葱一般的手指 朝着格宇的方向 一直说道 真的 我男朋友在那儿呢 听闻此言 那许孟华一愣 抓住陈泽山的手一松 就被其挣脱了 紧接着 陈泽山快步朝着格宇走了过去 一把抱住了格宇的胳膊 格宇手里端着糖瓷缸子 一脸的懵逼啊 关我什么事啊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呀 宇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怎么不跟我招呼一声啊 我都好久没见你了 一看到格宇陈泽山的脸上 顿时洋溢起了灿烂的笑容 这是一种打心底里的开心 跟之前对那许孟华的态度 简直是判若两人 许孟华那边人顿时一愣 尤其是那个许孟华 瞪大了眼睛看向了格宇 一脸的不可思议 堂堂江城市四大家族之首的陈大小姐 竟然喜欢一个看大门的保安 这怎么可能呢 打死他也不信 正在那许孟华目瞪口呆的时候 格宇冲着陈泽山微微一笑 我又刚回了没几天 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呢 是不正打算去食堂吃饭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你 去食堂吃什么 不如到我家呀 最近我爷爷又开始念叨你了 你也好久都没有去我家了 陈泽山接着小嘴 有些忧愿的说道 那好吧 这两天得空过去瞧瞧 老爷子最近身体还好吧 现在身体很好 没事的时候啊 就在院子里打打太极呀 就是时常的念叨你 怪你啊不去看他 陈泽山笑盈盈的说道 那许孟华看向格宇的目光 闪过一抹阴嘴 他也能瞧得出来 陈泽山肯定是跟那个小保安认识的 要不然说话也不会这么热络 可是他还是不太相信 眼前的这个小保安 会是陈泽山的男朋友 陈家大小姐就是再没眼光 也不会看上这样一个穷酸的小保安呢 这般想着 许孟华缓步朝着格宇这边走了过来 身后那七八个人 也是虎视眈眈的一同跟了过来 珊珊 你想骗我 也不至于拿这样一个小保安出来 当党电牌吧 他有什么资格做一男朋友啊 保安怎么了 有钱拿满我愿意 宇哥比你好一千倍 他就是我男朋友 有什么不对吗 陈泽山仗着有格宇在这儿给他撑腰 宇气都硬了几分 格宇知道陈泽山是要拿自己解围 索性也不分辨 就这么笑眯眯的站在这里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有点臭钱就了不起啊 钟锦亮在一旁冷嘲热讽 小子 你怎么怎么说话呢 信不信我这就弄死你 许孟华身边的一个壮汉 怒视着钟锦亮 还比说 我还真不相信 谁弄死谁还不知道呢 几年前 钟锦亮看到这样的富家子弟 或许会躲着走 但是今日不同往日 死在他那把斩仙剑下面的人 都数不清了 哪里还会将这些人给放在眼里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石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797集 一回生 两回熟 那壮汉听到钟锦亮这般说 顿时怒不可 直接挥起了巴掌 就朝着钟锦亮的脸上打了过去 在那壮汉的眼里 认为钟锦亮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保安 打了就打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不等他的巴掌落在钟锦亮的脸上 钟锦亮快速的一伸手 在他的巴掌落在自己脸上之前 手中的唐瓷缸 已经砸在那壮汉的鼻子上 顿时将那人打得一声闷哼 往后倒退了树步 鼻孔里直接就往外喷血 我靠 这小保安胆子可真大 没看到这里停这么多豪车 没看到他们这边这么多人嘛 竟然敢上来就打他们 许孟华身后那几个壮汉大怒 顿时做事 全都朝着钟锦亮扑了过去 此时 刚才一直站在车子旁边的那个中年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许孟华的身后 低声喝了一声 住手 那些人顿时一愣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单见那中年人走到许孟华的身边 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许孟华脸上的怒意 顿时削减了几分 不过那一双毛子里的音质 却是愈发的浓意 轩上 我们的事情以后再说 改天我再来找你 说着许孟华转身 带着几个人上了那辆豪车 在上车之前 他的目光朝着格宇这边看了一眼 并且伸出一根手指 挑衅似的指了指格宇的脑袋 格宇只是微微笑着 何曾将这种人放在眼里 不多时 许孟华带着一群人扬长而去 那跑车的轰鸣声震撼着众人的耳膜 消失在了视线之中 等许孟华走了之后 陈泽山才终于尝出了一口气 手却一直没有松开格宇的胳膊 有些歉意地说道 宇哥 又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 赶紧回家吧 吃饭开饭了 再晚一会儿就没饭吃了啊 这人是谁啊 怎么看起来 比那灵大少还要嚣张啊 钟尽量擦了擦 糖瓷缸上面的血迹 没好气地说道 这个人叫许孟华 是东海市一个大集团的老总 算是紫城副业 不过这个人挺有能力 海归博士 前些十日 我跟我爸去东海市 跟他谈了一笔生意 这个人就缠上我了 怎么也甩不掉 真是头疼 刚才多谢宇哥为我解围 要不然这一次啊 我可真就麻烦了 格宇也瞧出来了 这个叫许孟华的人 并不是一般的富家顽固大少 起码一点都不蠢 做事情还是十分有分寸的 自己的人被打了 也能够沉得住气 带着人离开 因为他清楚一件事情 这里是学校 公然在此大打出手 总是不好的 但是凭着这份隐忍的心性 此人就不太好与之纠缠 不过普通人毕竟是普通人 再有钱 还不是挨不住自己一巴掌吗 当初那京都之地的富少 不还是被他们给收拾得服服帖帖了 所以格宇自然也不会将这样的人放在心上 只是这许孟华身边跟着的那个中年人 身上却散发着古怪的修行者气息 之所以说是古怪 只是感觉他跟华夏修行者身上的气息不太一样 具体哪里不一样 也不太好说 围观的人群 看到没热闹可以看了 纷纷散去 打扫卫生的阿姨过来 开始收拾满地的玫瑰 本来格宇和钟锦亮 是想着去食堂打饭的 可是陈泽山却非要邀请他们二人 去的家里用餐 执拗不过 二人只好坐上了陈泽山的豪车 跟着他去了一趟陈家 想来也是许久都没有去了 格宇对那老爷子还是十分有好感的 毕竟是凤仪的猴人 该照顾还是要好好照顾一下的 格宇是陈家的座上宾 他去陈家 可是大事一件 陈家无论老少大小 齐齐出来供应 将格宇和钟锦亮请到了家里 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吃把饭后 格宇给陈老先生把了把脉 看看有没有什么隐疾 然后留下了几颗薛家药铺的药 陈家老爷子更是感激不尽了 吃过晚饭之后 又坐了一会儿 陈泽山便要送他们离开了 格宇婉拒了陈泽山的好意 只是说吃罢了饭 他和钟锦亮正好消消神 一路走过去就好 辞别陈家之后 二人一路晃晃悠悠的离开了陈家 刚走出没多久 格宇就感觉到身后有些异常 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偷偷的窥视着自己 格宇偷偷的跟钟锦亮使了一个眼色 二人心知肚明 肯定是看中了陈泽山的许孟华 找人在跟踪他们 以那个许孟华音质的性子 连陈泽山都派人跟踪 他们两人肯定也跑不掉 白天的时候 那许孟华拿手指着格宇 格宇就觉得这事肯定没完 这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 以为金钱万能 就是欠收拾 把他给打服气了 他就老实了 二人故意装作 没有发现有人跟着 一边聊着一边往前走 又走了一段路 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小巷子的时候 前边突然出现了一群人 为首的就是那个许孟华 身后跟着十几个 其中就有白天看到的那个中年人 在许孟华等人出现之后 身后紧接着也传来了脚步声 将他们给堵在了小巷子里 格宇和钟几亮相识一笑 脚步不停继续往前走 走到了许孟华身边的时候 那些手下纷纷站住 挡住了他们二人的去路 好狗不挡到 躲开躲开 被骂做狗的那些手下顿时大火 做事就要对钟几亮动手 此时那许孟华却挥了挥手 事宜先不要动手 他笑眯眯地看向了格宇说道 格队长 你不觉得我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聊一聊吗 格宇眉头一挑 看向着由头粉面的许大公子 微微笑道 我跟你之间有什么好聊的 咱们好像并不熟啊 俗话说一回声二回熟 现在咱们又见面了 以后就熟悉了呀 不好意思 以后也不想跟你太熟 现在我只想回家睡觉 不想跟你在这扯皮 格宇 身份来历不明 在江城大学任保安队长一职 却也只是个空缺 常年神龙见首不见尾 一来到江城大学 便将大学一条街的混子虎哥给打了 然后又打了谭爷身边的高手乌鸦 就连谭爷对你也是马首是真 几年前在太平镇举行了一场鼻舞打泪 葛队长得了头盔 有了一千万的赏金 听说从谭爷那里也分了不少钱 除此之外 听说葛队长还懂得一些一经风水的手段 帮着陈乐清老爷子处理了不少棘手的事情 深得他老人家的后爱呀 所以才会受到姗姗的青睐 我说他没错吧 你调查我 听到许孟华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格宇的表情依旧平淡 还好 他看的不过都是表面 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他也根本探究不到 这些事情根本就不用调查 找几个人随便一问就能知道 我就知道 你如果仅仅是一个看大门的保安 深山不会这般对你 让我好奇的是 你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看来也不怎么缺钱 为什么却要在一个大学里边看大门呢 葛队长 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 此人和一般的顽固富二代果真不同 做事情还知道前瞻后顾 调查一下自己的底细 倒也不算是个蠢人 但两人毕竟不是一个世界 格宇不想跟他解释什么 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 有钱难买我愿意 这天大地大的 我想去哪就去哪 你管得着吗 这个我自然管不着 这次过来呢 只是想跟葛队长谈一笔生意 不知道葛队长有没有兴趣 没兴趣 格宇直接就否决了 带着钟锦亮就往前走 五千万 我给你五千万 你以后离了陈子山远一些 我就这一个要求 我调查过 你对陈子山根本就没有那种心思 你们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只有我 才能跟陈子山在一起 我们两家联手 以后完全可以纵横生计 到时候自然也少不了 葛队长的好处 格宇那边刚刚迈开脚步 许孟华便在后面大声说着 听到他说出这番话 格宇突然顿住了脚步 转头看向他道 你还别说 我以前是对珊珊没有那种想法 可是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又有想法了 格宇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丝笑意 看向了许孟华道 那许孟华听闻此言 脸色一下就黑了下来 格队长 我这边好好地和你谈 你可不要敬酒不止吃罚酒 我是在给你机会 不好意思 我不喜欢别人给我机会 格宇懒得再搭理他 招呼着钟景亮就往前走 前边那几个壮汉 顿时拦住了他们二人的去路 伸手就朝着格宇的肩膀上抓了过来 格宇身子一晃并未出手 只是往前走了一步 用肩膀撞向对方的肩膀 这一撞之下 对方就是一声闷哼 一下将其撞飞了出去 不仅如此 格宇撞的那个人 还将站在他身后的几个人 给撞飞出去好几米远 如此 格宇直接冲开了一条路 背负着双手 跟钟景亮继续跨步往前 那些人纷纷从地上爬起来 有些没有被格宇撞倒在地的 也拿出了匕首 抄着他们二人扑来 这些人还真是不值死活呀 一下不把他们打服气了 估计又要纠缠不放 格宇继续往前走 头也没回 此时钟景亮就回过了身去 一个后边腿正好踹在那人身上 这一下又撞倒了一大片 那十来个人都是有功夫在身的 只是跟他们这些修行者相比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许孟华带来的那些人 全被钟景亮打翻在地 哀嚎不止 满地打滚 但唯独有一个人 却站在那冷眼旁观 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他便是跟在许孟华身边的 那个中年修行者 看到钟景亮这么快 就将人打翻在地 许孟华也没有太多的惊慌 甚至还拍了拍手 笑着说道 好好好 果然不是凡人啊 葛队长的一个小跟班 都有这样的实力 我果真是没有看错你 现在我终于知道 山上为什么对你情有独钟了 许孟华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也在葛宇的意料之外 原本以为看到钟景亮将他们人 全部打翻之后 他会转身就跑 再不济 脸上也会露出惊恐之色 然而恰恰相反 此人表现得十分淡定 这便说明 那许孟华刚才让手下袭击的 只是想试探一下歌宇 此人的心机之身 的确是让歌宇 有种刮目相看的感觉 你都看到了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只能奉劝你别惹我 要不然 你会很惨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所以我劝你最好离山山远一点 你离他太近 终究是会害了他 他跟着我 才是最终的归宿 许孟华说着 脸上的笑容渐渐转冷 架着一丝威胁的意味 歌宇听了小子 一副盛气凌人的语气 心中便老大不爽 对他也是失去了耐心 我离谁远一点 近一点 用不着你来管 这余山山最后会跟谁在一起 一切都是未知数 不过我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绝对不会是你 你他们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 当歌宇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那个矮个子中年人 展了出来 用一种十分古怪的语气说道 歌先生 请你说话客气一点 要不然 休怪我手中的刀翻脸不日人 怎么着啊 你有本事就施展出来 让爷瞧瞧 我就不客气怎么了 刷的一声 那小个儿中年人 从身上抽出一把刀来 是一把日本短刀 欢迎收听 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 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七百九十八集 石打石的高手 当眼前这个小个子中年人 抽出一把刀之后 格宇和钟锦亮不由地 都愣了一下 若是别的什么刀 二人还不会有这般的表现 主要是这小个子中年人 竟然抽出了一把日本刀 短小金汉 闪烁着点点寒芒 一看就是一把不可多得的好刀 可再怎么好 也是日本刀啊 两人盯着那刀看了一眼 目光都变得冷烈起来 格宇看向那中年人道 你是日本人 格队长还真是有眼光啊 不错 松本军就是我从日本请来的修行高手 跟你一样都是修行者 这位松本军可是日本三大修行势力之中的 春日大赦中的高手 段位等于我们华夏的龙虎山和毛山 怎么样 格队长有没有兴趣切磋切磋呀 此言一出口 格宇的心情又差了几分 合着这小子对自己的情况并不是一无所知 他既然知道修行者 那就说明也看出了格宇的身份 一个富家大少竟然也会隐藏得这么深 不过这一切在格宇看来 都是那许孟华在装逼 故意在自己面前显得高深莫测 狠狠地收拾他一顿之后 必然老实妥贴 看到那中年人亮出了刀 格宇正要上前 钟锦亮却早前一步 走到了格宇的面前 宇哥 我来收拾这小日本 小的时候就喜欢看打鬼子的电影 这次遇到一个真鬼子 可不能放过了 格宇回头看了钟锦亮一眼 淡淡地说道 虽然修为不错 你可要小心一点啊 放心吧 宇哥 看完怎么收拾他 这个叫做松本君的小日本 能够听懂汉语 格宇和钟锦亮一口一个小日本 顿时让那松本君脸色无比阴沉 怒声说道 在下对二位十分恭敬 为何你们却要对在下周焉不群 这是十分不礼貌的行为 行了 别在我们眼前眨心心了 就瞧不上你们这些小日本 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其实他们一个个比狼狼狠 这都要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了 还在这里装得跟大尾巴狼似的 两爷跟你过招 把你的本事都露出了吧 说着钟锦亮上前走了几步 往腰间一摸 顿时将那把折扇给抽了出来 在手中微微一画 顿时画作了一把仙气弥漫的长剑 那松本军一看到钟锦亮手中的剑 忍不住称赞道 好剑 当真是一把好剑 虽然这般说 那小日本却双手举着长刀 斜着身子 一步步朝着钟锦亮这边靠拢了过来 格宇朝着那小日本的身法一看 越看越是心惊 这是一位实打实的高手 却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日本修行者 会甘心跟在许孟华的身边 难道是为了钱吗 再去看那许孟华 嘴角却一直挂着笑意 看那模样是胸有成竹 认定了松本军 能够将他们二人给干趴下 可是许孟华却不知道 他将要面对的人究竟有多么可怕 区区一个小日本 格宇哪里会放在眼里 不要以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手底下没有真本事 一样要被打得跪在地上哭爹喊娘 巷子并不宽阔 甚至还有一些阴暗 钟锦亮与那小日本缓步接近 两人都亮出了法器之后 身上的气息顿时徐徐散发出来 此时钟锦亮也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不敢小觑的眼前这小日本 因为对方的修为的确是挺浑厚的 这种修行者散发出来的气息 很多时候不动手 都感觉不到对方到底有多厉害 那小日本在感受到 钟锦亮身上的气息之后 也同样是感到心惊 估计也是没有想到 以钟锦亮如此年纪 竟然也有这么高的修为 两人缓缓靠近 都在彼此试探 僵持了不过五秒钟 紧接着长剑短刀 互相碰撞在了一起 两人刀剑相击 不断有火光闪烁 道路两侧的墙壁之上 很快留下了纵横交错的剑痕 这般一拼斗起来 竟有种旗鼓相当之感 一时间难分胜负 格宇背负着双手 一动不动地站在那 而那许梦华也跟格宇一样 有些懒洋洋地站在格宇对面 一时间格宇有些恍惚 心想这个叫许梦华的家伙 不会也是个修行者吧 可是格宇却从他身上 感受不到一丝修行者的气息 其实现在格宇完全可以趁着小日本儿跟中锦亮拼斗的空档 闪身过去 逮着那许梦华暴揍一顿 却怕那小子不服去 只好耐心等待 那小日本儿的刀法一看就不简单 肯定是传承于刀法大家 一开一盒之间 自有门户 刀法纯属 灵力无比 快如流星 出手果决 从不拖泥带水 恨不得一出手就要人命 蹲的是狠辣无比 刚猛异常 中锦亮用的是七秦纵 跟剑法融合在了一起 施展出来 威力也十分强大 就这样 二人一会儿的功夫拼斗了二三十个回合 在方圆两三米的一处地方 都没有挪动 剑鱼朝着中锦亮那边看了一眼 心中不由的有些焦急 心想早知道自己上了 也不至于跟那小日本儿纠缠这么长时间 就在这时 突然间 正跟中锦亮拼斗的小日本儿 一下子凭空消失了 这突然的举动吓了剑鱼一跳 心想 这又是什么幺蛾子手段 剑鱼看到此时的中锦亮 也有些发慌 空气为之易紧 一片肃杀 瞬间 剑鱼打开了气场 去感应那小日本儿的存在 这气场刚刚打开 就看到一道虚影突然出现在了中锦亮的身后 灯头一刀 就朝着中锦亮身上劈砍而去 这好像是一种隐身术 手段十分玄妙 剑鱼刚想喊一声 让中锦亮小心 那刀就披露了下去 还好中锦亮也是早有警觉 头也没回 就将斩仙剑勾举于头顶 那小日本的刀就落在了斩仙剑上面 一击没有得手 那小日本很快再次隐没于黑暗之中 不见了踪影 中锦亮此时显得真的有些慌乱起来 提着斩仙剑四处扫射 寻找着小日本的踪影 同时气场全开 感应四周的动静 而刚才那小日本隐没于黑暗之中 再次出现的时候 割鱼仔细地观瞧了一眼 发现那小日本突然消失之前 快速地掐了几个法掘 然后才消失的 小日本的修行手段 大多是从华夏传过去的 在他们那个地方 好像叫做阴阳树 无论叫什么 都是从博大精深的华夏修行法门中 衍生出来的 只是乍一开始 中锦亮跟着小日本拼斗 有些不太习惯 即便是阁宇在面对这种手段的时候 估计也会有些头疼 如果刚才是阁宇跟他对敌 估计不等地施展出这一串手段 已经被阁宇给打趴下了 那小日本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现身出来 然而在黑暗中 却陡然传来几声破空的声响 由暗器朝着中锦亮那边打了过去 这会儿中锦亮索性就闭上了眼了 不想再受到眼睛的干扰 难凭气场感应 去分辨那小日本的藏身之处 这样更加的准确一些 所以当那些暗器打来的时候 中锦亮直接闭了眼睛 斩先键左右开弓 将那些暗器全都横扫了出去 那些暗器被扫开 有些镶嵌在了墙上 格宇定睛去看 发现那些暗器有些像是五角星的形状 这应该是日本那边比较流行的暗器手里剑 中锦亮这边刚刚扫开那几道暗器 突然间那小日本再次出现在了中锦亮的身边 而且离得很近 相距不过两米的距离 出现的角度刁钻 无声无息 等间的往前跨了一步 直接举起刀 朝着中锦亮身上就劈砍了过去 中锦亮身子一颤 连忙去接下这突如其来的一刀 不免有些慌乱 终于被那小日本一下抓住了机会 飞起一脚就踹在中锦亮的胸口 中锦亮闷哼了一声 朝着格宇这边倒退了回来 被格宇一把给搀扶住了 小日本 中锦亮好不容易稳住身形 大骂了一声 直接火冒三丈 一斗斩仙剑 再次化作一把折扇 伸手从折扇之中 拿出了一个画卷 朝着身后就抛了过去 中锦亮是真火了 被小日本打败 他有些直接受不了 所以想要放大招 将这小日本给斩杀了 格宇却抓住他的胳膊 摇了摇头说道 不用这么麻烦 我来 约哥 你要小心 这小日本古怪的很 葛队长 我请来这日本高手如何呀 我看你就不要白费功夫了 松本军是大日本春日大社里 有名的高手 你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的 是吗 今日我就让这小日本 见识见识 真正的刀门手段 格宇说着 手就往七星剑上摸了过去 那小日本手里 还是举了一把短刀 正正地看下了格宇 沉声道 格宇哥想 刀剑无言 一会儿剩了你 修改我手下无情 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我要是能伤一根寒毛 就给你跪下磕三个响头 格队长 这可是你说的啊 一会儿你磕头的时候 我就给你录下来 送给珊珊去看 让他看看心目中的男人 到底是怎样一种卑贱的模样 恐怕你没有机会 格宇说着 已经将七星剑抽了出来 微微一抖 便画作了一把长剑 便朝着那小日本扑了过去 那小日本再次顾忌重施 身形一晃 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 又用上了那隐身术的手段 格宇嘴角扶起了一抹冷笑 心想不过是一些小把戏罢了 跟地顿术有着天壤之别 今日便让你瞧瞧 什么是真正的隐身术 当即格宇直接催动了地顿术 但见他身形一闪 突然也消失不见了 刚才的小日本隐身的时候 格宇找不到他的踪影 可是当格宇施展地顿术的时候 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隐身术 类似于身边有一种十分小型的小洞天 将身形隐藏其中 从而达到隐身的效果 而格宇施展地顿术 也同样是一种隐身的手段 将自己顿入虚空之中 变更了施展隐身术的小日本 处于同一空间 所以当格宇用地顿术之后 很快就发现了隐藏在自己身后 四五米远的小日本 他正高举着短刀 小心翼翼地朝着自己这边靠近 企图偷袭自己 在离着他还有一两步的时候 他脚步突然加快 一刀又朝着格宇劈砍而来 格宇早就发现他了 双手握箭 回手就是一箭 朝着那小日本就劈砍了过去 这一箭 格宇将修为全部融入其中 直接达到了巅峰状态 当的一声翠响 震撼心神 接了格宇这一箭的松本军 一下就吃了大亏 没想到格宇的灵力竟然这么强 比钟锦亮强上几个档次 那小日本裂解了树部 好不容易才稳定了下来 顿时感觉五脏六腑一阵翻滚 被震得不轻 那隐身术显然是没法用 又从虚空之中闪现了出来 一连冷峻地看向了格宇 刚才那小日本或许不会畏惧钟锦亮 可是等格宇动手之后 他便感受到了十足的压力 对手很强 不远处站着的许梦华 脸色也不由地微微一变 没想到格宇的实力 竟然比钟锦亮强出了这么多 不过那松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双手执刀严阵以待 日本的修行者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把你的手段都施展出来 让我瞧瞧 你究竟有多强 那小日本大喝了一声 再次提刀而上 格宇单手执剑 将灵力催动到了极致 就是想给这小日本一些颜色瞧瞧 他修为虽然不错 但是跟格宇相比 还是差了很多火候的 当格宇的灵力通过剑身 反震到他的刀上的时候 那小日本顿时感觉 汹涌如大潮澎湃的力量 震得双手发麻 同时这股力量直透 肺腑经脉 以至于全身的血气 都在翻涌 欢迎收听 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茅山鬼王》 第七百九十九集 纸片女人 过了几招之后 小日本没有从格宇身上得到丝毫便宜 于是顾忌重施 再次隐没于空气之中 施展出了隐身术 想要偷袭格宇 正面进攻不敌 只能耍阴招 不过格宇并不畏惧他的隐身术 很快便将了小日本 又给打出了原形 小日本被收拾的暴怒 顿时大骂了一声搭嘎 接着从身上摸出两个东西 朝着地上一抛 顿时白烟滚滚 格宇定睛一看 发现竟然是两个纸片一样的东西 那纸片是两个纸人形状 穿着日本和服的女子 唯妙唯小 一落地之后 伴随着两道白色烟雾 那两张纸片 顿时化作了两个日本女子 身材窈窕 但是脸色惨白 好像涂抹了一层厚厚的粉 在两腮处 还有两个红色的圆圈 嘴角挂着一抹似有似无的笑意 美感 格宇感觉不出来 反而觉得有些阴森 怎么看都觉得像是鬼一样 小日本的手段十分新奇 这也是格宇不曾见过的 在气场的感应之下 格宇从那两片指人的身上 感受不到任何生气 就在这个时候 那小日本一回长刀 那两个日本女人顿时如一阵风似的朝着格宇这边飘了过来 那俩女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时候 你看着就像是两个死物 可这一动起来 顿时让格宇有些心惊肉跳 那是阴风呼啸 顺息而至 格宇感觉到了巨大的危险 顿时催动地顿树 朝着一旁闪开 这边刚刚站稳脚步 那俩日本女人顿时从格宇刚才站立的地方呼啸而过 耳边响起了卡卡两声响动 格宇回头去看的时候 就看到身后的墙壁之上 留下了两道触目惊心的伤痕 如同刀皮俯砍一般 格宇刚才没看清楚那两个日本女人是如何动得手 这速度这诡秘的手法 让格宇不由的一阵心惊 看来小日本的修行手段 的确也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当格宇再次看向那两个日本女人的时候 正好看到她们的侧面 从侧面看就是两张薄薄的纸片 但是从正面看就跟正常女人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这是一种什么原理 格宇有些摸不清楚头脑 也没有感觉到那纸片一般的日本女人身上 附着着什么阴灵 这纸片又是如何动的呢 不等格宇多瞧 那两个女子缓缓挪动身形 再次看向格宇 此一角浮现出一模似笑非笑的表情 阴森之极 没有任何预养照 那俩人再次化作一阵风势 朝着格宇这边扑了过来 这一次两人分开了 左右夹击 与此同时 那小日本松本也举起了手中的日本刀 从另外一个方向扑了过来 三面夹击 这一刻格宇气场全开 竟有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 这小日本感觉要跟自己拼命 三个方向杀气腾腾 感觉马上的刀就要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格宇再次吹动了低轮树 从他们的包围圈中消失 出现在那小日本的身后 快速地递出一剑 朝他身上砍去 那小日本十分警觉 回手一刀架来 挡住了格宇的剑 身形快速地后退 站在了那两个女人的位置 两次动手 那小日本都没占到什么便宜 甚至将压箱底的手段都施展了出来 仍旧是对格宇无可奈何 心中愈加地恼怒 当即带着两个日本女子 朝着格宇扑了过来 格宇也失去了耐心了 什么狗屁日本修行者 在小爷面前一样得跪 那小日本刚一动身 还有那两个日本女子 马上就要出手的时候 格宇的眉心处 顿时裂开了一道口子 先是一道鸿芒 画作长刀 朝着小日本劈砍 紧接着两道 朝着那两个日本女子而去 鸿芒乍现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奉鸣之声 格宇站在那里 身子都没有再挪动半分 但是当那小日本看到 从格宇眉心处射出的那一道鸿芒之后 身上的汗毛都吓得立了起来 太恐怖了 当即他横起刀 挡住了那一几封魔刀 却被震着直接砸在了墙上 发出一声闷横 而那两个纸片人 也被凤魔刀给拦在了半途之中 身形飘飞 不等他们稳定住 格宇再次射出了两道鸿魔刀 继续朝着两个纸片人而去 嗖嗖两声破空之后 那两个纸片人被钉在了墙壁之上 不自挣扎不休 且不去管那从墙上滑落下来的小日本人 格宇一个闪身过去 从身上抽出两道离火符 朝着两个女人身上拍了过去 顿时两个纸人化作一盘火光 熊熊燃烧起来 不小片刻便化作了一堆灰烬 阿干 你竟然敢毁了我的尸身 我犹了你的命 那小日本大怒 提起长刀再次朝着格宇扑来 格宇一转身 同时七星剑横甩过去 以格宇现在这般修为 催动七剑士 根本不用再掐着念诀 全凭意念而动 那七把小剑顿时脱离了剑身 尽数朝着那小日本而去 那小日本看到七把小剑闪烁着光芒 尽数朝他打来 顿时吓得浑身一颤 手中的日本刀挥舞得如同泼风一样 伴随着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 那七把小剑尽数被荡飞了出去 等感觉不到再有小剑朝他打来的时候 小日本抬头一看 不知何时格宇已经站在了他的身旁 不等他反应过来 一脚就朝着心口握揣了过去 那小日本闷哼一声 身子倒飞了出去 下一刻 格宇七星剑甩飞了出去 一下就插在了他脖子处的墙壁上 物质嗡鸣作响 那小日本吃了格宇一脚 这一脚很重 踹着他心血都喷了出来 身子缓缓滑落 但是一旁却有一把剑夹住了脖子 身子滑落一点 立马便定格在那里不动了 格宇背负着双手 缓缓地朝着小日本走了过去 离着他不过半米之遥 伸手将七星剑给拔了出来 一字一顿地说道 小日本 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华夏的修行者都是你们的老祖宗 没事别在这儿堆过人献烟 赶快滚回你们的东鹰国去 说着格宇拔出了七星剑 那小日本的身体才缓缓地滑落到了地上 已然没了半分反抗之力 随后格宇转身 看向有些木凳口呆的许孟华 一边朝他走过去 一边将七星剑给收拢起来 即便是没有剑 格宇身上弥漫出来的杀气 也是宁如实质 许孟华第一次感到恐惧了 这个他花了重金从日本请来的保镖 跟在身边从来就没败过 很少情况才会用到弑神这么恐怖的手段 然而却被格宇直接将那两个弑神给灭掉 所以当格宇朝他走来的时候 许孟华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后推去 一直被格宇逼到了墙角处 格队长 你要干什么 你觉得我会做什么呀 再多还是 我许家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你要是敢 不等了许孟华把话说完 格宇一巴掌就抽在了他脸上 抽的那小子 顿时脸就红肿了起来 那许孟华瞬间就红了眼睛 这个字刚吐出口 格宇反手又是一巴掌 打得很对称 两边的脸颊顿时都红肿了起来 你再说 许孟华沉默了 正正地看着格宇一言不发 姓许的 这两巴掌是给你长点教训 以后别在我面前晃悠 这是第一次 我不希望有第二次 第二次就不是两巴掌这么简单了 自己喜欢的女人想办法去追 别玩什么歪门邪道 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无法无天 在我这里不好使 听到了没有 许孟华咬着牙一声不吭 格宇一时恼怒 一拳呼啸过去 正好打在了许孟华耳边的墙壁上 砸在那墙壁碎血横飞 打在脸上生疼 许孟华身子一颤 小声地说道 听到了 带着你的人赶紧滚 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 说着格宇收了手 在那许孟华昂贵的西装上擦了擦 招呼着钟景亮往前走去 等格宇走出了老远 那许孟华才深吸了一口气 腿都有些打颤了 因为他刚才从格宇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气息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这股气息直到格宇离开之后 他的感觉好受一些 凭借着这个从日本请来的 春日大赦的高手 许孟华无往不利 这次却在格宇面前吃了憋 在来之前 他还问过那松本 能不能对付得了格宇 松本却觉得格宇年轻 修为高步到哪里去 结果被收拾了 人不可貌相 格宇的实力就算那小日本 再修行个二十年 也是无法与其抗衡的 钟晴亮跟在格宇的身边 快步离开这小巷子 出来之后 有些歉意的说道 宇哥 对不住啊 我没有打过那小日本 这有什么呀 你还没放大招 将你的先祖的意识 请过来 那小日本早就被你玩虐了 不过话说回来 我也是第一次跟小日本交手 他的手段的确很强 宇哥 你觉得那个叫许梦华的家伙 会上马甘休吗 谁知道啊 不过 他要是敢再来找我麻烦的话 且定没这次这么轻松了 像是这种富家子弟 格宇见过不少 也收拾过不少 比如陈泽山的兄长陈泽斌 宁俊豪的儿子凌云 不过这些人跟许梦华相比 的确是差了一些 这小子是他见过心机最重的一个 怪不得能在商场叱咤风云 从陈家出来的时间比较早 二人一路晃晃悠悠的 朝着古兰小区而去 在半道上 格宇突然接了个电话 拿出来一看 发现是万罗宗金胖子打来的 格宇凑过去一看 顿时有些激动的说道 宇哥是万罗宗的电话 是不是陈宇那边有消息了 带着这个疑问 格宇接通了金胖子的电话 上来便道 喂 金大管家 自己可好啊 还有宇 都好着呢 今天给你打电话 是告诉你个好消息 是不是陈宇那边有眉目了 格宇微微笑着问道 钟景亮更是将耳朵凑了过去 恨不得将手机都给抢过来 陈宇的消息倒是没有找到 不过在寻找陈宇的时候 万罗宗却意外地搜寻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消息 我想宇爷您一定会感兴趣的 格宇眼睛一亮 心想不会是打听到自己师父的消息了吧 一想到这里 格宇心就蓬蓬跳 不免有些激动的说道 老杰 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 打听到了谁的消息 南江阴婆 听到这几个字 格宇顿时心情不免有些失落 满心期待对方会说出师父的消息来 然而却等到了南江阴婆 跟他一样失落的是钟景亮 还以为有陈宇的消息了呢 不过听到这南江阴婆的消息 格宇还是稍稍愣了一下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格宇都差点把这个人给忘了 这老妖婆已经从自己手上逃走两次了 没曾想又被万罗宗给找到了踪迹 上一次他逃走的时候 格宇的确是让万罗宗打听他的消息来着 只是好久都没动静 格宇以为是找不到了 格宇在那发愣 金胖子得不到回应便道 宇 您怎么不说话了 被南江阴婆给吓傻了 南江阴婆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近北远取立山一个叫做百四沟的地方 有人看到那南阴鹰婆出现过 消息靠谱吗 挺靠谱的 不过我也不敢完全确定 有人在那发现了一具被僵尸咬过的动物尸体 血都被吸干了 觉得不可能是其他动物干的 没有只喝血不吃肉的道理 于是一路追踪了过去 结果发现了一具黑煞僵尸 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而那人说这黑煞僵尸 应该是出自南江阴婆的手笔 那具僵尸并不是自然形成 而是经过人炼化的 感谢观看